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 还有Linux核心实作这两门课程的说明 这个课程从2019年开设到现在 已经有累积一些成果 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些成果的展示 让大家知道说要了解Linux核心 需要做哪些必要的准备 就像大家可以猜测得到的 Linux核心的学习是一个漫长过程 显然你不可能在一个学期内有非常大的突破 但是我希望可以带着各位学员对相对的基础 就是建立好相关的基础 那Linux的系统软理开发 我想就是跟疫苗很像 就是一开始你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不论是开发工具或是非常繁复的文件 那读了文件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这种尝试错误 但是一旦你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你面对其他的各式的新技术的时候 尤其是面对这些冲击的话 这些你就会有它的对应的免疫力 就会想这件事很像疫苗 然后此外呢 Linux核心的更新时间真的是很惊人 大约是每10到12周就会发布新的版本 例如在2023年的2月 预计在2月的下旬 Linux核心6.3就会发布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从2月3月4月5月6月 就是你从23456 就是这个不到5个月的时间 你会发现说Linux核心的版本会继续跳 就主要的版本会继续跳跃 那如果是比较小版本就会更显著 那这个不免说还是介绍自己 那这个从这画面你该猜得出来 我就是一个乡名好了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直升 反正我就是算比较早注册PTT的 然后我贴这个画面呢 只是要提醒你 就是我尊重各位学员的发言自由 那但是呢 发言的时候请你搞清楚是在什么媒介 就是你发言的话我也会看 那你我不只看我还会回复你 所以就是请你发言慎重 当然说你有些不满意的话 你当然可以去抒发 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讨论 然后在我加入学校作为一个基层人员之前 我过去是从事这个手机的系统软体开发 那这几年也有设计一些机密机械控制系统 那包含说一些人造卫星还有火箭的这种软体开发 然后这本书呢是作家小野跟他的女儿一起写的书 那这本书里面有一句我觉得很好的话跟大家分享 它里面提到呢就真正的教育是能够 能够给学生足够的支撑力量 足够的表现机会 足够的心心和欢乐 我想这个不只是在小野的女儿遇到的问题 我想这个大家在大学研究所 然后这些这些所谓的高等教育呢 其实应该也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呢 可能呢就是可能走得太远 有时候呢你会忘记为什么要这样的出发 然后我自己呢是一个 你可能知道就是我是一个中错生 然后我2002年我离开学校之后呢 我在2012年然后刚好有就是刚好有机会来回到学校 然后那不知不觉也是过了十个年头 然后我在2022年的时候呢 其实更早之前就在做了 就是但就是集结一些过去的一些文件 我要写写书会为了开这门课 然后在这个呃 这过程中呢我也在一些单位 公司行号还有一些法人担任技术问 那我关注就是系统那里跟开放运势码的生态 那我们这门课呢也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我们全程使用开放运势码的技术 然后那就是 而且绝大多数的教材都是可以 自由免费的存取 好那其实说那种就算教了十年书啊 我还是不知道要什么教书啊 就注意到这不是客套化啊 因为各个同学遇到的困难 这很大哦 那但是我想我能够为各位做的 其实很明显啊就是 毕竟我过去在这些公司工作嘛 然后所以 就是我可以陪各位好 就是呃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一起克服困难 那放这个照片有什么意思 你也注意到啊 这个窗户啊 这个这是我们我们系的图书馆啊 这个窗户你看到外面是黑的好 然后这边是亮的好 这显然就是同一票人 然后再从那个晚上弄到白天好 白天也可以弄到晚上好 就是我想我可以陪伴大家来解决这种技术问题 然后这是我少数能为大家做的事情 然后我刚刚到成功大学教书的时候呢 呃我遇到张博成同学 那其实说真的 他让我感到非常的挫折 我记得那时候是2012年的暑假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开学 我们开学是2012年的9月才开学 那是8月的时候他的张博成妈妈来找我 就是说他的儿子想要给我学成设计 那其实这种课的话听过蛮多的 但是说真的遇到张博成的时候我就吓傻了 就是说呃 他的障碍是很多元的 就是他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报道 就是说他的障碍呢 就是从这个肢体的 然后听力的视觉 就是他的非常多障碍 那说真的在2012年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说 有势力良好的学生我都不知道怎么教了 更别说这种私地有障碍 然后听力有障碍的同学 但是呢我从他身上呢 真的是学到蛮多的 他很坚持呢就是要自己学习软体开发 因为他认为说盲人的这个软体呢 之所以做不好是因为什么 很多时候呢是 毕竟是明眼人开发 那明眼人开发其实没办法理解 盲人的困境在哪里 而且呢像詹姆陈同学呢 他认为说他自己 能够开发软体之后呢 就是可以让这个 盲人使用电脑的效率 可以大幅的提升 所以他陆续开发了中文输入法 点字阅读 然后甚至他还自己 去学习这个钢琴 你没有听错 就是其实他这个障碍 跟贝多芬当的也很像 就是听力 听力有障碍 但是呢他怎样 就是障碍还可以做这个演奏 然后其实说真的 这十年内呢 好几次我都想离开学校 你懂的话就是 在学校有时候 至少对我来讲 蛮大的障碍的 就是说 投入的时间跟 或者的回报 那但是呢 就是看到这样 张默成这样的同学 就是他很坚持 然后跟我学习 然后他就问我说 问我说 说黄老师你在陈大会待多久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待在陈大 我就陪你 就在陈大教授 所以不知不觉 从张默成同学 大学 硕士到博士 然后从他身上 我也重新了解到 什么叫做 就是教育 那我不敢说 我对教育有多少认知 但是改变了过去 我对 就是我在中措的时候 就大学 离开学校的时候 是觉得对大学很灰心的 对高典教育很灰心的 但是呢 看到张默成呢 我就重新发现了 其实有很多事 是我们可以做的 而且如果现在不投入的话呢 在未来也许会更困难 然后呢 这个课程呢 是开设在国立成功大学 资讯工程所 跟资讯工程系 然后 这个特别我想要提醒 陈大同学 就是你要想 纳税人为什么要把辛苦钱 交给大学 其实呢 不就是纳税人对年轻人有期许 对不对 然后这些资源呢 其实是来栽培年轻人 然后我想这件事很很关键 各位来这个学校呢 其实 你可能是为了这个文凭 但是说真的 这个投入的成本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在大学呢 你从头到尾就是拿到一张纸 然后呢 你说学到教育的东西忘光了 或者你说学到教育的东西都没有用 那这件事呢 请你想想看 这句话你讲出来 那旁边的纳税人 他们会怎么想 好 那在这门系列的课程呢 包含说我的YouTube的频道 我就是把它叫做Guts 然后想这个为什么要叫Guts呢 因为真正的知识呢 我大概很难教大家好 毕竟我书也读不多 没办法教大家真正的知识 但是我希望可以告诉大家胆识 就是让同学知道说 有能力有勇气 要面对这个资讯科技的挑战 而且资讯科技的挑战呢 是非常的惊人 就是你就算没有每天看新闻 你只要一打开你的这个社交媒体 打开这个这种相关的报道的话 你会发现很可怕 就是有各式各样新的讯息跑出来 而且呢 有些公司呢 它会是这种所谓的巨人的企业 比方说IBM 但是呢 你看到会发现这种巨人企业 它也被迫呢 要有很大大的变动 这就意味着呢 整个资讯科技产业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中的环境 而且呢 我们作为这个对应的高等教育呢 其实就是希望呢 能够在这个资讯科技产业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 总会有一群人 会有一些新的力量投入 然后呢 可以这样 可以顺应这个潮流 然后发展出更 更潜在 更影响力更大 然后可以让人类可以受益的基础 那在课程中进行 详细讲这个课程中的内容之前呢 都会有同学问到一些问题 所以这边先回复 好 就是第一个呢 同学问说可不可以加签 可以 只要你愿意 我一律同意 我完全不会过你是什么 反正我就会签名 就对 然后这个 这门课呢 会不会很超呢 注意到 这个超不超呢 其实取决你的高度 跟你的成长幅度 当然如果说你一开始的高度就够高 或是你预期的成长呢 就是目标是你比较高 那当然就是 你要比较大的去投入 反正呢 就看你什么心态去面对 好 然后再来是有听众同学问说 程度差会不会被当掉 然后注意到这门课很特别的地方是 50%的分数来自自我评量 对 没有听错 50%是自己答 那注意到呢 做这件事呢 其实不是偷懒 你要知道就是 你可以看看 你接触过的大学课程 有哪门课 宣称有50%的分数是自我评量 注意到老师这样子做呢 是 就是授课教师用这种50%做自我评量呢 其实是压力还蛮大的 因为会有很多质疑 然后注意到这件事完全不是偷懒 我最主要目的是 让大家知道说呢 诚实面对自己 让大家知道说跟自己比 不需要 不需要呢 一直看着呢 非常遥远的标的 然后就迷失 我想永远就是跟自己比 好 然后注意到我们在这个学期呢 我们有开设两门课程 一个是开设在大学部的Linus核心设计 另外一个是开设在研究所的Linus核心实作 那这本两个课呢 你一定问说它的差异是什么 注意到 所有课内容是一样的 对不要怀疑 所有课内容是一样的 那说一样的课为什么要开 开两门呢 最主要是因为我想要让同学多拿一点学分 因为我还没有了解说要怎么 要怎么 开设学分数比较多的 在我理想中的状况呢 我其实希望说我可以开九学分的课 就一学起九学分的课 但是因为我还没有搞懂这个学校的 这个开课规定跟一些惯例 所以我就开两门课 一门开在大学部 一门开在研究所 那当然呢 强烈建议是 如果你是大学部的同学呢 就两门课都来修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争取到六学分 然后呢 在这个课纲呢 就会强调说 这个诚实面对自己 作为一个最低要求 然后这个诚实面对自己是什么呢 我们稍后就会讲 然后因为我同学说 只能用Linus开发 这个课堂上的诚实码 可不可以用Mac啊 什么的 就问一下 有的没的 那这门课就叫做Linus核心设计 当然这样 当然用Linus来开发 所以请你把Linus准备好 那当然在一开始呢 你可能准备Linus的环境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些 可能你安装系统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那你可能可以先用虚拟机器 这是第一周的作业是 允许你用虚拟机器来安装的 所以你可以说 在Mac上面安装一个虚拟机器 在Windows上也有对应的 像这个 Windows的这个 WSL 就是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但是呢 最终呢 我希望呢 大家就是在字眼电脑上安装Linus 你每天用Linus 你就会变得变强了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说呢 有些同学呢 就是这个测验体 其实它难度 有着作业跟难度的 那个作业跟测验的难度 其实都蛮高的 那但是很有趣的 当时你会发现 不管怎么出呢 怎么都会有人满分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然后我只能跟你说 有些东西要修了超过三次 就是它在大学部的时候 就修了可能一两次了 研究所再修一次 然后出来社会呢 有空也来上这部课 所以这个 有些东西它就加轻就熟 所以请你不要质疑自己的能力 你要质疑的是自己的付出 不要急着质疑你的能力 然后如果你在ChatGPT上面询问 如何学习Linux核心的话 你会发现ChatGPT会给你 类似这样的答复 注意到ChatGPT不问每次都给固定答案 但是这些答复可能有些相似性 尤其是这一个经典问题 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说 我帮他画几个重点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它就是要求你去阅读这个文件 尤其是第一手文件 就是像Linux的官方的网站 就是Know.org 然后是官方网站 然后跟你强调西元 然后我们稍后也会来 给大家一些案例 来检视大家西元的能力 还有你的认知 Linux核心显然 它是严重的依赖西元 就是西元的不是做语法 它有各式各样技巧 甚至你对编译器的最佳化 也要有一定的认知 对你有听错 Linux核心 其实要面对很多的最佳化议题 那为什么要面对最佳化议题呢 因为道理简单 程式码如果在不同版本的编译器 有不同的执行结果 那这样显然不是 不是Linux核心 开发者期待的 所以他们会花很多力气 去知道说 哪些状况会导致编译器 会编出错误的程式码 或者哪些状况 编译器可能会编出 比较差的程式码 这都不是开发者乐见的 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 额外的投入 去做到这件事 那注意到呢 这些开发者都假设 你对西元 还有它相关的开发工具 开发环境 还有规格书 都有充分认知 所以这门课呢 其实说呢 你会发现前几中 我们都要求西元 因为 过往 你很少在其他课程 看到对西元 如此的要求的课 所以我们就只能在这么课 在这个进行 这也是会影响着这个 影响着这么课的这个节奏 因为虽然名字叫Linux核心 但是我们必须要巩固大家 对阅读文件 对西元 还有相关生态的认知 然后此外呢 你可以发现说呢 这个Chat GPT也告诉你了嘛 其实呢 学习这个Linux Kernel呢 最好就是这样 Build and Modify 就是你要去编译程式码 然后呢 去修改 然后呢 过程中呢 你要去参与讨论 最好这个所谓参与讨论 绝对不是Google搜寻 Google搜寻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好的互动 对不对 你只是帮Google赚钱而已 对吧 你只是Google搜寻 只是 对不对 就 就 就让这广告更容易的 散步到更多的 更多的那个个体上 但是呢 我们学习Kernel的时候呢 其实需要 有很多讨论 所以你从第一周的作业 就会有被这样的要求 就是你被要求说 你的成果 必须要能够接受 公众 然后注意到公众 就是每一个人的意思 公众的批评指教 然后呢 那你可能要去提问 然后过程中呢 你要 我们引导各位 去尝试 对令和新做出贡献 注意到贡献程式码呢 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 如果你在大学阶段 这件事做不到的话呢 我真的会怀疑你的 热情 你去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跟主管说 我对写程式很有热情 但是你如果什么 在学生阶段 有这么好 这么相对有空的时间 但是 林斯科隆 没有一行你的程式码 这件事是一个 我觉得不只是可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注意到这件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 给你时间 但是看不出你的能耐 看不出你的热情 那这个 你要怎么说服他人 好 那当然 那第一手的材料呢 就是令人核心 然后呢 练习练习再练习 那延续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呢 在这门课引导大家去文件 注意到这件事非常之重要 过去呢 你在很多时候的学习程式设计的时候呢 就是在模仑两刻 对吧 就是很多时候你是要得到结果 然后就不管是过程怎么来的 但是在令人核心 这是不行的 我们在令人核心的探索过程中呢 就是非常 要非常清楚说的 知道说你的处理器的架构 你要知道你的西元 编译器 然后最佳话 然后呢 各式演算法 然后怎么去做调整 还有它的那个各自的限制 那过程中呢 你可能也会参阅不同的书籍 还有诺文 然后这门课呢 我们大部分的材料呢 都是线上 但是我们还有要求各位去 阅读这个实体的书籍 只有一本 就是有些课程会给你两本 或是更多本的这个参考书籍 那我想这个对全能很大困难 在这门课呢 你只要一本书 就一本书 那其他的 就一本实体的书 那其他都是有线上的材料 包含我写的书 好 然后呢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呢 就是建构 另一个核心 然后 左手 要修改程式码 所以这件很关键 好 然后 Linus核心呢 其实累积到现在 从这个1991年到203年 其实这个程式码规模呢 大概是3000万行的规模 非常惊人 然后这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子系统 从无线网路啦 档案系统啦 然后 甚至里面还有什么 虚拟机器 对你们听说 Linus核心里面还内建虚拟机器 还不止一套 然后从此 Linus核心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那显然我们在一学期的课呢 是不可能探讨这些个别子系统 那所以我这边的策略是什么呢 是希望能引导学生 可以强要必要的基础认识 你有一个强健的基础人 再去面对着浩瀚的Linus核心的话呢 才会游刃有余 那当然过程中就是 刚刚提到的西语言啊 还有这些规格书 注意到我们在意是 你的耐心的习惯 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是急着Google搜寻 因为其实Google搜寻上面 有很多的答复 是就是很多的答复 或是搜寻的这个结果 会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Google搜寻是一个产品 注意到Google搜寻不是为了 公众的知识来存在的 对不对 它是有很强烈的获利的驱动 那所以对Google搜寻来讲 它就会有各特定的演算法 特定的排序考量 但是这些东西呢 跟追求真理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所以呢 其实你要回到第一手的材料 那此外的话呢 还有并行程式设计 这个并行程式设计呢 你可能在大学有接触过 像平行程式设计 讲这个Pyraison 但是我们讲并行呢 是比平行更大的范围 就是平行的话 我们在一边是说 比方说我在GPU GPU上呢 也有个别的执行单元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同类型的个别执行单元 所以你可能有十个单元 十六个单元 那你让这个十六个单元做特定的事情 但是并行呢 比平行又更复杂 就是呢 它可能是那种交错的 它不见得是同质的这个处理器 它可能是不同质的 然后它的难度也不同 然后当然中间涉及到像这个 你可能知道就是Synchronization 那些你想得到什么 Step 7 from Mutex 然后甚至呢 还有一些现代处理器 一些机制啊 像Automic 然后Memory Order 这些都是我们在 并行程式设计要去探讨的 然后注意到 整个Linus核心 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这个系统里面呢 是有高度并行的这个需求 这也是很多人在学习Linus核心的时候呢 就流于这个阅读程式码 然后乱猜测 那这都是我希望可以避免的 然后呢 当然我们主体的这个核心的设计概念 我们就是会强调的 党案系统啊 界面啊 然后再来说 我们也希望大家 借由这个工具来去理解这个 复杂性 我们就去猜测 比方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排层器 那你就要能够去 这个通过工具 我们晚点会给大家看一些范例 就是通过一些工具 让你知道排层实际的行为 而不是只是上谈便 在那边猜测 说这东西叫Rone Robin 这东西叫First In First Out 但是你讲得出来说 这个Rone Robin 这个First In First Out 在使用场景 或者说实际上每个任务 到位分配到多少时间 甚至说呢 像这个Contest Switch 你一定有听过Contest Switch这个词 但我问你 在一只手机上 像在一只手机上 Contest Switch要花多少时间 注意到这个问题非常难 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值 它是一个变动值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比方95%Contest Switch 是在什么方法 注意到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而且呢 这件事难在哪里呢 你甚至呢不能修改电视Kernel 反而是要设计一个实验情境 然后去探测这个Contest Switch 那探测量化Contest Switch的成本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之后会讲 尤其是一些Io 针对高效能的运算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好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课中著重的议题 然后除此外呢 考虑到台湾的就业环境 那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台湾有这个联发科技 联勇科技 然后瑞育科技 然后这些世界一流的IC设计公司 那这些IC设计公司的背后都是各种各样的装置 去用程式的开发需求 所以我们也会特别去介绍这个无线网路 多媒体 甚至还有虚拟化 那注意到呢 跟整个Linus核心的子系统比起来 我们在课程上只能提到一部分 但是希望抛砖引玉 然后让大家了解到这些议题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能够局域反散 有这个Guts去面对这个资讯科技的挑战 好 那我们在意什么事情呢 那这个在讲下面内容之前呢 看一下右上角图 最后右上角图呢 只统计到什么时候呢 只统计到 2009年底 这张图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2009年底的时候呢 整个Linus核心的程式码呢 就到什么规模了 2500万行 你们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那就像前面提到 到了这个 到了2013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呢 又到了什么 就是将近是3000万行 就是3000万行 这个规模 然后这个Linus科技的程式码呢 其实不是只为新增 它其实会有删除 就是它会有新增删除 删除是什么 就是有些旧的硬体啦 或者有没有人 就是没有开发子 持续维护的这个模组呢 会被移除掉 然后所以呢 最后Linus科技不是只要 这个程式码那个累积上去而已 其实它是有33-减减 那这些33-减减呢 发生的非常的频繁 为什么有这么频繁的这个变化呢 最主要就是 着眼在21世纪大规模的应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样 像这个Google啦 Microsoft Meta 也就是以前的Facebook 这些公司呢 他们呢 经过整个云端环境呢 其实这样 会有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 这我们之后也会来探讨 你可以看到说呢 Io Io呢绝对不是说呢 如何开档 如何关档 在你过去写程式 可能只在一种时段 就是如果开档 就是关档 但是在这种大规模应用来讲话呢 要思考一定又复杂了 你想那个 像Google的Data Center在哪里 Google的Data Center 可能在美国境内 对吧 那你看到 你现在在台湾 存取到美国境内的Data Center 那你会透过海底电缆 对不对 就是海底电缆存取到什么 存取到网际网路 然后中间有非常多复杂的 这个网路传输方式 然后在起来 在这么可能 我们不会谈太多 我们会谈一点 但是不会谈太多 但是我们想过一件事 你的风包从这个 在台湾 发送风包 进入海底电 到了这个Data Center 然后Data Center 处理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结果返回到 返回到你的手机上 当然也要经过这些海底电 经过这些复杂的 这个通讯机制 那我们想过 它的延迟呢 会是多长 那么你看 从台湾到美国 这么长的范围 好 直接跟你讲结论 就是呢 现在 就是 符合标准 就是符合这个 有竞争力的这个网路 它必须呢 是10个 nall second的延迟 对 你们有听错啊 不是10microsecond 不是10秒 也不是10microsecond 也不是10microsecond 是10nall second 就是它的延迟 就是那种风包进出 它必须要在10nall second完成 其实进是7个nall second 那回来是7个nall second 但是它有些调整机制 让它控制在10个nall second 所以你看到说呢 这是一个完完全的不同的尺度 对吧 你看我们讲秒 然后呢 再讲 就是我们讲second 对吧 再讲nall second 它差了什么 19次方倍 对吧 这么大的落差 那当然呢 Linus核心的存在 其实就是来 满足这些 各式各样不同的 资讯系统需求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那么强调高效能系统 的这个设计 因为这些事呢 其实在Linus课论可以开发 Linus课论里面呢 一定有各位看得懂的程式嘛 不信的话 晚点给大家来看一些例子 就是我们 我们之后那个课堂 会有些测验题的时候 一定会看到 你看得懂程式嘛 就是你不用特别读什么书 就看得懂 但是呢 那这些程式嘛呢 不管是你看得懂的 或是看不懂的 它组合起来呢 要解决问题 就要搞清楚 因为它解决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么可能 关注的议题 好 然后呢 我也相信 就是尤其的 遇到像张沐城同学 还有 这教授的十年来 就是遇到各式各样的同学 其实让我了解到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教育使命的是什么 让毕业生呢 被这个 被这个社会需要 然后呢 然后从而去创造新的需求 那这个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 尤其是 尤其是在大学 就是你会常 你不是大学 就是你在各式各地医院 都会听到这种话 对不对 就讲说学生没有自信 那最后学生没有自信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 它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 就很多老师会说 学生没有自信 所以做不好 不是 你想 如果你做了城市 会被全世界 不要说八十亿人 现在全世界有八十亿人 就是全世界有一亿人 会需要你写的城市 你难道不会把城市码写好吗 对不对 一定会 对不对 而且你写城市码 如果被一亿人需要的话 然后你又写不好的话 说真的怎样 你的城市码就会被丢掉 就是在资讯科技领域 就是这么残酷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写城市 真的被一亿人需要 或者更多人需要的时候 你就会想办法怎样 你就会想办法 把自己城市变得更好 那我运气很好的地方是 我在二十几年前 就有机会 被一些公司需要 所以因为 投入开放原始码的 一些记录 那有些公司注意到我 然后就是 在我还是一个大学生 就给我offer 然后就让我可以 在大学的阶段的时候 就可以工作 所以你莫说 那时候为什么不担心 离开学校 其实就是 因为我在大学毕业之前 我就有工作了 那当然不是说 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就是说 这就是需求 这就是需要 那我相信 教育的使命之一 就是让我们的毕业生 真的被这个世界需要 尤其是各位写软体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写软体 最大的影响力是什么 你写城市 可以被世界 很多地方的人需要 全世界有八十亿人 那你写城市 应该要能够 至少被里面的一亿人需要 主要这不是什么 打高空的话 我们等下会讲 我们之后的课程 会讲一些范例 其实这件事是做不到 绝绝对对做得到的 而且我们已经有 示范这件事了 在大学毕业之前 已经示范这件事了 有些人可能 比你的年纪还小 好 那么就像前面提到了 Linus核心 其实在报声宝 包含很多面向 然后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在这部短片 这部短片 就是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那你可以就是 不是这个了 只是广告 好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影片的 这个十分钟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影片 就是可以 带着大家去了解 在这个Compute Science里面 包含哪些面向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里面呢 这个十分钟里面呢 提到非常多面向 当然就包含说 我们前面讲的网路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在这个短片里面 包含的地方像 这个电脑网路啦 图形处理啦 抽象的机器啦 图灵击中 NP Complete 计算机结构 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个 排序啦 资料压缩啦 密码学 然后还有一些 Formal Method 就是用一些数学的方式 去验证程式码的这个 可靠度 然后去验证这个 找出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那当然 作业系统排程也是在里面 一直多核啦 编译器 还有程式员 都是在这个 这个十分钟短片 强烈建议 你要去看这部短片 而且是不同时期看 你可能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体会 那有一时 地方是呢 这刚才提到那个影片 十分钟的影片呢 提到上面讲的这些 Compute Science的面向 刚好呢 在Linux核心里面都有 Linux核心呢 里面有什么呢 有 里面呢 有编译器 对不对 Linux核心里面 就是有编译器 而且呢 注意到还不止一套 然后呢 它有虚拟机器 然后Linux核心里面呢 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密码学 举例来说 在Linux核心的程式码里面呢 包含现代密码学实作呢 就超过八万行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然后作业系统排程的时候 你可能在学排程的时候 会觉得无聊 对不对 就是 什么Shotie Strap First 对不对 就是以前学这个作业系统 就是会听到这种词啊 对不对 First In First Out Rone Robin啊 然后 你会觉得那个演算法的时候 可能就是考试考一考 然后考试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把那个作业系统 当做背科 就是作业系统只要背一些东西 然后稍微做计算 反正作业系统考试的时候 好像只用到加减乘除 但是 Linux核心呢 它的跟排程器有关 程式码有多少行呢 超过两万六千行 你没有听错啊 就是你以前在教科书看到那个 就讲那个像恐龙书 对不对 作业系统的一些概念 提到那些排程 你会觉得好像有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就是一些分类而已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呢 在Linux Kernel呢 超过两万六千 在排程 那为什么会 画那么多程式码呢 绝对不是科书的开发者 程式码系不好 对不对 绝对是它复杂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我们之所以要了解Linux Kernel呢 其实也是在重新了解我们所处的资讯 社会 就是资讯的架构 所以学习Linux Kernel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划算的投资 就算你最后呢 不是开跟这个Linux Kernel做直接相关的工作 你在这门课或者在探索Linux核心的过程中 学到的一些认知呢 其实都有机会 让你对整个资讯架构有更充分的认知 然后呢 此外呢 我们在课程中呢 其实会提到若干的一些软体缺失 然后软体缺失导致危害呢 是非常惊人的 例如说呢 在这个波音747的这个客机里面 其实一开始的程式码呢 其实大概就40万行 其实不能算太多了 然后但是呢 在201年的这个波音787呢 程式码呢 就到650万行的规模 然后你要想想看 你自己写的程式 门心滋味 对不对 不管你已经在工作了 还是在学生 你一直想看 你写程式码才多少行 抵半个要抵半个多久 你写程式码 你可以跟人家保证说 绝对不会出错 很难吧 对不对 就是你可能 可能写程式可能 大分时间 因为有Channel GPT Static Overflow 还有各式各样的工具 让你取得程式码变容易了 对吧 但是呢 Debug的难度还是很高 所以你可能写程式 要花很多力气在Debug上 那你想想看 650万行的程式码 里面呢 可能错了一行 就非常 非常可怕的缺失 那在这边我就整理一份共笔 一份笔记呢 在讲什么呢 就讲这个软体缺失的危害 那你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高速公路上的 这个暴冲死亡车祸啦 或者是克莱斯勒这个车子啦 这个 就是导致人死亡 最后要召回的 召回 100万 100辆房车啦 或者说 医疗加速器的致死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案例呢 持续在增加 然后呢 你可以发现这些案例的 有很多呢 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软体面写好 而且呢 这个软体 它的那个缺失呢 可能是 它可能是一个 乍看是非常小事情 比方说呢 可能是一种范围的 比方说它在计算 就是像这个 波音787 波音787的客机呢 你可以像说呢 这个2011年投入以来呢 它就是 波音呢 为了要让这个 日益繁复的这个 航空需求 所以你看到这个客机呢 它就叫做 波音787梦幻客机 它的英文就是这样 Dreamliner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一件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就是更省油 对吧 然后那个 整个效益更高 但是呢 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2015年呢 New York Times的报道 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 波音787的 电力控制系统呢 只要在248天 电力没有中断的状况下 它会自动关机 你想啊 一台波音客机 会自动关机 天啊 这太可怕了 那当然呢 就是这件事呢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为此呢 FA 美国联邦 航空管理局 告知呢 每120天重开机 显然这是治标 那治本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呢 其实这件事呢 发生原因呢 其实不难懂 就是底下有一些分析 那简单就是说呢 它在规划 那个时间范围的时候呢 不小心碰到什么 碰到 32位元 有号整数的 上界 然后呢 遇到上界之后呢 之后就遇到什么 Overflow 所以所谓的 所谓的 Integer of Law 那这件事呢 其实呢 它会有对应的 这个处置方式 但是你发现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边归纳出来的原因 其实呢 呃 它不难懂 但是它到来危害太可怕了 对吧 已经死了很多人 甚至呢 可能会导致 什么 导致第三次大战的发生 就是 就是因为 就是这种 所谓杀 杀之 呃 好理 施之千里 不止千里 万里都有可能 然后 那我们在课程中呢 也会特别强调 这个软体缺失 带来危害 为什么呢 因为 Linus核心的开发者 同样是非常重视这件事 Linus Kernel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机制 去防范这种 缺失的发生 那么从第一周的作业 就会引导大家 透过不同的工具 透过不同的手段 去强化你的程式码的品质 所以请你要想 你写出来程式码 可能会变成Linus Kernel 一部分 一旦你的程式码 变成Linus核心的一部分的话呢 全世界有80亿人 那 大概有一半的人 或是 讲一半可能比较夸张 就是 你讲20亿吧 就是20亿30亿的人 都怎样 会直接 受到Linus核心的影响 直接会间接受到Linus核心的影响 所以 其实你是会被这个世界需要的 希望大家了解的是 我们教育的存在是什么 是 被这个世界 被这个社会需要 进而创造出新的需求 这是我们 在这么个课呢 想要带着大家了解的事情 那我们在第一周的作业呢 我们来介绍这个Link List 对 你没有听错 你们说 这不是很无聊的东西 对 乍听之下很无聊 但是呢 跟你想的不同 你们想一件事啊 你写出来Link List 你以前就是哦 这个节点连到下一个节点 下一个节点 连到下下一个节点 对吧 就对你来讲 Link List 就在做这件事 但你们想问一件事啊 现在处理器有非常多盒 对吧 比方说呢 像我这只手机 注意到这不是什么新的手机啊 这是一个旧的手机 就是 这是 2018年的手机 然后呢 这里面呢 CPU有10盒 就是 这里面的 使用的是 联发科的晶片 那联发科技的 这个晶片很多元 很多款 那其中有一款呢 它有10个晶片 注意到这不是高档的啊 这是大概中阶的啊 这是 这个 OPPO OPPO的手机 就是中阶的手机 然后呢 在 那你看哦 我现在有 CPU有10盒的时候呢 那 你们想过一件事啊 那10盒处理器 能不能让这个 你的Link List去加速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哦 红色线跟 绿色线 然后 红色线跟绿色线的差异呢 你 我想这个 一看就可以看得出 它很大的差异 对吧 你看红色线就是什么 就是随着执行 连续数量增长 随着处理器 数量增长 它没办法提升 它的这个 资料吞吐量 什么叫资料吞吐量呢 就是单位时间内 能够做的事情的走量 那你看 你的Link List 它就只能在 单一盒上执行 对吧 所以 你有再多盒 也没有发挥效益 反过来说 你看绿色线 随着硬体的 这个资源投入 你就可以这样 处理更大量的资料 那你想 我们在现代 期望的是 绿色的曲线 还是红色的曲线 这结果非常简术了 但是 请问你的Link List 谁要怎么改 才能够怎样 随着硬体规模的扩展 然后提升它的 处理能力 你没想过 对不对 然后这件事 在Link List Kernel的开发者 他们花很多力气去想这件事 然后在这门刻 我们去探讨 这也是为什么 前面讲这个 并行程式设计 是非常关键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两栋 两栋四五 我们刚刚提到的 在多核来讲的话 这个是一个 已经不是什么未来事 这已经是近情重的事情 像你用的Apple Watch 如果你有在用Apple Watch Apple Watch 很早它就是双核处理器 或是更高的规格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 问题在哪里 就是你过去学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停留在一个点 比方说你学的 红灰树 对不对 你学的二三四树 对不对 就是你考试考完 不要说还给老师的 你有没有学进去 我都怀疑 对不对 就是你可能就停留了个点 然后只是有的点 是比较大点 有的点也不是小点 就是你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地方 但是另一个核心 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把这个点 实际投入各式各样的应用里面 而且考虑到 不同处理器架构 考虑到不同的情境的需求 而且还要怎样 非常的安全 所以这个里面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的希望在这门课 能够强调的 如果你有注意看我这个课程的介绍 你会发现我会放过女儿的照片 其实有个这样 就是说在我退休前 就希望把这门课把它开完 也不是开完 就是说就是可以接到这门课 至少我女儿可以 我没有指望说我女儿会来写程式 但是就是 我没有指望我女儿来当工程师 但是我希望她有写程式的能力 所以就是这门课如果开到我女儿 能够有点启发的时候 我就会 我就会停下来 因为那时候就该退休了 这门课就是我在退休前 要做的事情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scapacity 然后我们在后面的课程 会持续的看得到 然后我们来看 就是诚实面对自己 从哪里边下手 好 你看到画面中的服务点数 这个服务点数 你在这个程式码 你喜欢看到服务点数 你看到fault 就是说这个summission 就有这个summission 操作了一个服务点数的加法 然后就说 这个东西呢 我知道怎么做 就是T型公式 对不对 这就我们就想到 想到什么 欧拉 就是数学家欧拉 欧拉小时候呢 就 就是小时候上课的时候 就有个传说 说他什么 想说他们的学校老师 教他们的 就在很小 或是小学的时候 教他什么 教他说 1加2加3 就加这个加法 那老师就出一个作业 就是开始出1加2加3加4加到100 然后老师出完这个作业就去打毛线来做这些事情了 结果老师出完作业没多久呢 那个欧拉就举手说 我知道 答案是5050 就是1加2加3一直加到100 是5050 那老师就生气啊 说你归扯啊 哪有算那么快的 那欧拉就是什么 这个 你看哦 1加100 是不是101 2加99 是不是101 然后3呢 加 3加98 是不是101 他就说 他就找出有多少个101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提琴公式 所以你看到 如果我们把这个来看这个程式码 套用提琴公式的话 他得到应该什么 5000 5000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来看 这个工具超好用的 就是你手头上没有编译器 没关系 就是有一个线上的 线上编译器 就是叫做 Compiler Explorer 那这工具很好用啊 就是你把这个程式码贴出来 你就 你就 你就用流氧器就可以写 好 那先来看结果 哦 这答案是什么 5000 2896 哎 这什么鸟啊 对不对 你看 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呢 对不对 你不觉得很挫折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你就说 啊 这东西我知道 就有同学说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浮点数 浮点数问题 然后呢 那在台湾 在台湾的工程师呢 就会有一些 呃 呃 不要说阴寻枸杞啊 那好像对人家 不礼貌啊 就是 有些那所谓的这个资深 就是这样 然后说 哎呀 我就跟你说 不要用浮点数 好 然后就说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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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 哎 那请问这个 怎么 请问这个 前辈 请问前辈 这个程式码怎么改 然后就把Flo改成Double 好 改成Double 好 然后呢 好 你好好奇 改Double会变什么样 好 哎 改成Double呢 那你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吗 好来来 逃跑看 对不对 好 你说这个程式码 改成Double会变什么事 哎 就就就就对了 好 那所以呢 这时候呢 就是说 哦 那个什么 这时候就会说 就在台湾的职场 就会说 哦 前辈说什么 前辈说 呃 不要用Float 要用Double 这样解决问题 但是真是如此吗 好 那请问 如果你敢用Double 在什么数值呢 会导致什么 导致 呃 跟预期会发生错误 哎 这又是下一个问题了 对不对 在台湾的环境 就是这样 就又是英雄枸权了 然后 这个 反正就是所谓的 台湾的这个环境 就会讲一个53的 对不对 你看什么靠北工程师 有时候就会 有些人就会 靠北工程师 大部分都是讲些53的 对不对 但难得会有些 讲层次设计的 然后就有人就会讲这个 哎呦 我就是跟你讲啊 这个这个 不要用 不要用Double 不要用Float 对不对 用Integer 但是问题是 你就是需要用福点数 运算的时候 怎么办 福点数运算 它的误差怎么来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需要的嘛 需要去了解这个 I-321-754 好 那那个 可恨教授呢 就是 他是 他是I-321-754的 这个草案的 就是他的草案的 那个提案人 然后他也是这个 相关的这个 I-321-754 这个福点数标准的 这个主持人 然后呢 他当时为了去解决 所谓的这个 Sarmension的这个误差呢 他提出一个机制呢 就是做一个补偿机制 所以你看 同样是程式码 你看 同样是程式码 同样是用Float 然后呢 但是事实上呢 这是可以透过补偿方法去 去做修正 他没办法完全在每个case 去解决问题 但是你说 你说这样东西 不就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小技巧 不要小看这个小技巧 再回来跟他讲 我们刚才讲到 台湾很多工程师 都会用英雄勾且 说Float会出臭去改Double 但你要想看到 Float跟Double 它的空间占用是平的 Float呢 依据这个 浮点数的标准 它至少要4个byte Double呢 依据浮点数的标准呢 是要8个byte 那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强行把原本4个 4个位元 至少要4个位元的Float 改成 至少要8个位元的Double 那你说 这东西呢 在储存 在做资料储存的时候 会出错 当然会出错 所以呢 注意到我们 还是要回到什么 回到本质 遇到问题 也不能说 头痛一头 脚用一脚 或者说 前辈说 把Float改成Double 就好啦 或者说 前辈说好了 那为什么现在我会出错 因为你所谓的前辈 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他只是在回避问题 我们在台湾的环境 常会有这种状况 那这些所谓的前辈呢 有的时候呢 就是 你有听过 科技新贵那个年代吧 20年前那种 科技新贵那个年代 那些所谓的前辈 有很多人就退休了 他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一定有做一些 正确的成就 才能够 比较早退休 或者是 或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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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的产出 但是 在台湾很多工程 像前面提到 就那种英雄勾切 那我希望在这门课呢 也让大家去证实这些事 那这个 提高整个 这个精确度呢 其实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 I2E754呢 这个标准呢 从1985年提出以来 其实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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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此外呢 你可能会好奇啊 就是 电脑呢 其实在1940年代就发展了 在1940年代发展的时候 最主要目的是在做什么 一开始呢 是在 这个 做陆军的这个弹道模拟 就是我们在 那个投弹 对不对 你想想一个轰炸机 对不对 你想 就美 美国轰炸机 要去轰炸这个 纳粹德国的这个 军事标的 那 那这个 战斗机呢 它本来就有速度 对 然后呢 那当然最后 投弹会有不同的轨迹 所以你看 我有速始速度 然后有不同的高度 甚至我可能怎样 我投弹的时候要 要闪避 所以它投弹的时候是 它不是说 我 我不是这样自由落体的吧 就是它投弹的时候 它自己要转 对不对 要赶快 躲开这个 那个德国纪念的这个防炮 所以它有 不同的弹道轨迹 所以1940年代 美国的发展这个 计算机呢 是做这个弹道模拟 那后来呢 在 二战结束之后呢 这个计算机 当然持续发展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做什么 做 轻弹模拟 那你想哦 不管刚才讲的弹道模拟 就是 入头弹的那个 那个计算 还要轻弹 还要后续的这些计算 一开始就有 辅典数的需求 但有趣的地方是 1940年代就发展的电脑 一直到了1985年 才有辅典数标准 你说前 在这么长时间 几十年时间 难道没有用辅典数吗 当然有用辅典数 只是标准 不一 所以就是落差很大 好 那这件事呢 在人工智慧的时候呢 又变得更关键了 像Google Google为了 人工智慧 那你可能听过它的TPU 它的这个 Tensor Possessing Unit 那这就是主打 Google的这个 人工智慧 它深度学习的 这个 这个专门的运算器 那这个专门的 这个处理器呢 为了搭配这个处理器 能够发挥它的效益的话 Google特别发展一个东西叫 Bfloat 16 那这个东西在做什么 我们前面提到 Float i2位下的Float 它至少要4个Byte 然后呢 Bfloat 16呢 就是跟讲什么 用16个位元 也就是2个Byte 去表示辅典数 那当然它的这个 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就是说 在相对可以接受的状况下 去什么 去牺牲它的这个精确度 然后去大幅提升这个运算 运算的推土量 你看原本Float 至少要4个Byte 那现在把它对半砍 那你整个什么 整个Banguist 是不是提升了 对吧 就是你能够 可能只能放1万个Float 你现在因为Float 空间减半了 所以你就就变成2万个Float 当然这个东西 对你那个运算的效率的提升 当然就是为了它的帮助 然后呢 不只是Google做这件事 甚至连那个on的处理器 它为了这件事 要去特别什么 去设计一个 专门的指定 指定去支援这个Bfloat 16 就是意味着什么 这个需求已经被驱动了 好 那你看右上角 右上角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通勤的时间 还蛮多的 我就是 我常常一个月 搭高铁比较多的时候 我一个月可能搭高铁要2万多块 2万多块的高铁的费用 然后再加上什么计程车 反正总之就是我通勤的时间 还蛮长的 然后所以我就在通勤的路上 我就会写程式 或是写书 或是看书 然后呢 我就会去下载 向右上角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式 那这些什么程式我就不讲了 反正它是一个知名企业的 就是一个中国知名企业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APP 你说为什么去下载中国知名企业的APP 因为我想要读什么货币战争 金融学 这种 好像也不是什么多神奇的书 那在台湾的这个书好像不好找 对不对 就是电子书不好找 就台湾的书我有空就买 但是就是电子书就不好买 就是有很大的困难 那总之呢 我就是买了中国知名企业的这个做的APP 然后就发现一个好玩事情 你们看到这个 not a number 对不对 就是应该百分比 百分比呢 那个数字一定介于零到一百之间 对不对 讲错了 读书的百分比 对不对 你读书 没有读的话就零 对不对 读完就百之百 对不对 就是一个介于零到一百之间 那怎么会not a number呢 其实跟负点书有关 好 然后呢 这件事呢 I除了一可能会比你想得更难 你看哦 来来来看这段词词码 好 这段词词码呢 问你 零点跟负零点 它有没有相等 然后呢 这个 一点 我们不要讲一点 一点比较难念 就是辅典数一 跟辅典数零 做除法 然后呢 辅典数的这个 就是你看哦 备除数是正零 跟除数是负零 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你说这东西没有意义 很多人就直接看到 啊这东西没有意义啦 什么的 这啥小子呗 就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脑筋击爪 或什么之类 在刁难的 最大不是 你要想一件事 你看哦 你要写的程式 往往的很难的 从不到尾去写出来 其实没有太多什么机会 像有些人都对于说 我讲那个什么自干啊 就很不以为来 你要讲啊 自干 然后东西有人用 那多不 那其实多难啊 对不对 你看哦 再讲一次啊 因为这 在21世纪 其实你要 从不到去写一套程式 其实很难 大概只有学生阶段 有这个机会 然后呢 你从不到写一个程式 然后有人用 这个多了不起啊 对不对 就是这是一个 很高颜的成就 当然我们要去追求这件事 让这件事可以发生 所以我们要想 这是让发生 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同理你去想啊 因为你要维护的程式 或者使用的程式码呢 有可能是 原本就已经存在了MACO 对不对 好像那种巨集 那这个巨集呢 可能就是 它的参数里面 就可能有ABC 那ABC呢 你就不晓得 它会带入什么字啊 它可能会带入这个0 带入0点 或者带入这个1点 就是不知道 它会带入什么字 所以最好 这件事完全不是 什么脑筋急转的事情 这东西呢 其实呢 比你想象中的更容易遇到 至少待一定的可能就会遇到 好 我们来看哦 这东西呢 执行结果是什么 来仔细看看 东西很酷啊 好 同样呢 我们用这个Compiler Explorer 你会看到这个 酷啊 它就跟你讲说呢 这个 会得到不同的状况 你看 就是 你看 就是说 上面呢 上面是这个 正0跟负0的比较 然后底下呢 是什么 是1除以正0 跟1除以负0 它会有 它其实它的那个 处置方式会不同 那这件事呢 其实是什么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知道 正0跟负0是相等的 但是呢 底下呢 把正0跟负0当作除数呢 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注意到这件事呢 你可能会听过一个东西 undefined behavior 注意到这不是 undefined behavior 在西原规格书 其实有这方面的解说 所以注意到 这个 数学跟规格书呢 是拯救我们 从愚昧里面 获得救赎的一个良方 所以这个 大家一定要去 接触数学跟规格书 好 然后你刚才说 我刚才讲东西 老师亲民的关键字是什么 那注意到 你真的不要急着 去搜寻关键字 来看这个程式码 画面这个程式码 对不对 扣掉那个include 扣掉pre-processed 它就只有一行 这个程式码 它可以编译可以执行吗 诶 可不可以呢 直接跟你讲 它可以编译 它可以执行 它是合法的C99的程式 那这件事呢 请问要搜寻什么关键字 可能ChadGPG可以帮你也忙 但是呢 其实说真的 你终究是要回归到什么 回归到第一手资料学习 你可以讲 大文豪 对不对 金庸 写他的这个 格斯刚刚的这个著作的时候呢 难道不用查字典吗 那我们作为一个庸俗的开发者 我们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没有那么学士渊博的 难道不用读书吗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 很多开发者 尤其在台湾的工程师 有多少开发者 他会去读书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你要想 就是 你要想到 你每天用的程式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每天用的手机就 在哪里 就在你的手机里面 你放在裤档里面 对不对 男孩子放在裤档里面 你有没有想看 要是这里面手机出了什么状况 对不对 发生爆炸 发生过热 对不对 你的裤档会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男孩子自己 对不对 想想 你觉得很可怕 对不对 因为说放屁股 屁股会影响到别的 然后总之就是 你想 这个程式没写好 会对你的生理 是有影响的 对不对 回想到刚刚讲的 软体缺失造成的危害 然后你再会想 讲这些工程师 他是用那种 得过且过的方式写程式 然后英雄国协方式写程式 你们想到会觉得怕 对不对 同理就想 Google也好 Apple也好 他们的工程师 如果也是用 得过且过的方式写程式 他们 他们这些公司 做出来的手机 你敢用吗 然后所以我希望 大家能想这件事 今天我们不是讲什么高调 也不是讲说 故意要的调难各位 就是真的是 就是一个负责人的态度 对吧 你会看到说 尤其在台湾看到的 就很夸张的 什么Irant 什么 我懒得批评 然后总之就是说 这种东西多了 跟什么鸟吗 一些事 而且有很多公司 是没有报 新闻没有报出来 有很多原因 你懂 反正新闻有报 只有一部分 然后总之就是 你在台湾就会遇到 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 那当然也没什么对错 有赚到钱 在台湾来讲 做什么事 有赚到钱 就是对了 对吧 你懂 虽然很伤人 但是我希望 我们透过这门课 让大家重新了解到 什么叫写城市 是要被这个世界需要 然后能够对上亿人 上千万人 就是负责人 你想想 假如你的城市码是 另一部分 那你就被数十亿人需要 那你自然有这样的责任 有这样的一个动力 去把你的东西做好 好 然后呢 那我们这门课呢 前几周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都跟那个西元有关 那我们等一下 我来看那个 我们的那个课表 我们这个课纲 跟那个参考 跟那个 那个 课程进度 课程进度表 然后你可以看到 像西元贵格书 像C99 那你去搜寻那个object 然后它出现了 735处 然后呢 搜寻point其实还比较少 然后呢 你会看到 在贵格书里面 它就讲些东西 对不对 它会讲说 array function point type 你会看到 他们其实怎样 他们其实 他们这三个是有关联的 你会觉得说 阵列 function 对不对 韩式 跟那个指标 什么就是个别的东西 对不对 规格书就直接跟你讲 对不对 他们是怎样 他们是有关联的 而且有一个很显著的观点 好 那除了这一外的话呢 我们这本课呢 也同样呢 就是很在意你对西元的认知 那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 很多人急于呢 去看这个程式码 然后呢 就是流入这个形式 好 那我希望呢 大家去去想 就是我们在这本课 就像前面提到 就算你最后 不是直接开发 Balience Kernel的程式嘛 但是 你在这本课培养到素养 也可以在路上帮助 好 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FLMPEG 好 那怕有同学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FLMPEG是 是这个在 多媒体 多媒体非常 非常关键的一个 open source的砖 那这个砖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他是这个 天才开发者 这个 这个法国的开发者 他在 在二十几年前 开发这个砖 当初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呢 因为在二十几年前 其实多媒体的 这个规格 已经陆续出来了 像你听过这个MPEG2 或是MP3 就在二十几年前 已经陆续出来了 但是当时呢 这个open source的始作的不多 然后呢 所以这个FMPEG 就横空出世 就是把你想到什么 MPEG2 MP3 然后各式各样 发现说什么 什么JKPEG BNG 反正你想到多媒体的东西 他就一次给你提供 这个就叫做FMPEG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的 渗透率非常大 基本上的每只手机呢 或多或少都会有 这个相关的程式码在这里面 或者是一些资讯装置上都会有 那你看哦 画面中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呢 它会有问题 但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不容易追出来 当然你说 这个程式码 这个你只给我一段 然后你跟我说它有问题 这个东西要怎么追 注意到 事实上你在Linus Kernel 就会这样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你就会面对一段程式码 然后可能没头没尾 然后就啊 这没头没尾 我怎么追 然后注意到 这段程式码呢 你可能看了五秒 十秒 或是更多时间的 可能都看不出所以来 这边先告诉你一个观察 这里有重要观察就是这个大鱼 这个大鱼呢 是很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function AVGET 注意到这个AV字是什么 是讲那个audio video的意思 不要乱想 AVGET 怕你乱想 我们还是讲那个GET 把那个前面那个东西先舍弃掉 GET Sample Friend Rate Friend Name 抱歉 GET Sample Formate Name 它回传的是一个指标 然后所以呢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呢 因为这一个function 回传的形态呢 是一个指标形态 然后这件事呢 有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西元的指标操作呢 其实是允许你做减法的 但这个减法呢 必须指向同一个元素物件 就是说呢 比方说呢 你有一段空间 我们找一个空间 比方说这个 像这个 假设这个是指标 对不对 这简单是药 但是你把它想着一个空间 吃掉 就是说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 我桌上要放药呢 因为COVID-19后遗症太可怕了 过了半年都还没有好 然后那就是说这个 你想想 这就两个物件 那指标呢 就可以指向开头的 也可以指向中间的 也可以指向结尾的 然后呢 在做这个减法的时候 就说什么呢 我如果要知道这个 它占了多少个单位 所以我就把这个 这个指标 跟这个指标的地址相减 对不对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有什么 就可以去推算出呢 它有几个元素 就是原本那个西元标准 做的事情 但是呢 它必须要同一个物件 才行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 get sample format name 这个方式呢 其实它回传的并不是同一个物件 那所以呢 这件事就变成一个 unspecific un specified behavior 那这件事呢 就会导致呢 呃最后的解读呢 会取决于编译器 还有它最终的执行环境 所以这件事呢 就会导致这个程式嘛呢 在不同的环境 在不同的情境 会有什么 不同的执行结果 然后林丹克隆呢 也非常在意这种问题 所以为什么林丹克隆 一直在改版 并不是一直在加新功能 其实不是 很多时候呢 就在解决这种 安全啊 还有正确性问题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我特别强调就是说 西元呢 不是走语法 很多人就把西元 当作一个语言 注意到 西元它背后是一个哲学 背后是一个理念 背后是一个生态系统 其实不止西元 教外也是一样 就是在21世纪来讲的话呢 其实你都不该把 程式元当工具 它有工具的层面在 但是呢 你要彻底掌握这些工具 就不能只是 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面对 就像那个汉字 当然你可以把它当什么 汉字当作工具来用 但是对汉语 对中文的了解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很深的一个思维 这个是一个很 这个很复杂的东西 否则为什么你要从 你要从幼稚园 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还要学国文 对 你看大一国文 大一中文都是必修的 在台湾的教育 为什么 因为就是难 那西元也同样也是这样 西元就不要当依法了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知道它怎么用 知道在用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因素 像是程式码 乍看之下 好像没什么 觉得什么特别的地方 对不对 你会觉得 只是排的整整机器来到 有这个by's的end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n 这个变数跟什么 跟右边这个数字 做by's的end运算 然后再做一个by's的or运算 然后这边就做位移 右移跟左移 然后就说这什么鸟 这段程式码在做什么 这段程式码是把一个 无号数的 30多元的无号数整数 把一个bit 接着一个bit去做位移 所以你看 如果说 就是一个bit做位移 然后做反转 所以你看 如果原本这个排列是 这边如果是1的话 这边是0 那我就把排列变成是0跟1 然后 你说把这个位移做反转 这个好无聊 但是事实上 这段程式码在Linskno用得到 例如在Linskno跟以太网络有关的 就是所谓Ethernet Ethernet有关的地方 集中到这个 像这个他要做这个CRC CRC就是那个checkson 的计算的话 其实就跟什么 跟bit reverse有关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像那个 音效装置 其实也有这种 位元的什么 位元的 位元的反转 逐位元反转的这个操作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像这个程式码呢 你从这个function的名称猜出来 它叫ABS 对吧 ABS 绝对值 那你可以知道 这段真正function在做什么 在做绝对值 我给你一个有耗的30欧元整数 然后你回传一个 另外一个有耗的30欧元整数 然后有一区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实作呢 在画面中这个实作呢 它没有if else 你以前在写绝对值的话 你最简单的写法是什么 就是如果x小于0 就是这样 回传-x 对吧 那这一段程式码呢 它是不需要的 虽然写的东西比你想一种复杂很多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它不需要 那这个东西之所以不需要呢 就让我们搭配看这个 就是我们在解读计算机编码的 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的 然后这段程式码 那就是那底下有讲解一些原理 请你参照这份材料 然后那这份程式码的最大意义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运算的时候呢 完全不需要分分支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不管它的输入数值呢 是0 是正数还是负数 其实你耗费的这个CPU周期数呢 它会是一样的 注意到在这个 在没有特别的考虑状况下 就是它指定的数量 指定的数量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可以避免呢 有心人去猜测 猜测什么 猜测你的数值 那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有个东西你可能有听过叫做 持续攻击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timing attack 就是说我透过这个不同的这个数值 所以你看到 假设大部分的 像刚才绝对值的运算来讲 大部分的数值都是正的 所以我的周期就是 可能就是需要的指定周期数比较少 然后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可能有个负的值 它很少出现 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 它需要的周期数就比较多 所以我就可以去猜测 在大部分情况下它是正的 那在某些情况下它是负的 我就可以猜测 我的正的负的 你可以知道这个比例 然后有心人呢 他就可以透过一系列的攻击 那我们这个在分类来讲 我们就要称之后 叫Side Channel Tech 注意到Side Channel Tech 这个在什么 在这个资讯安全是一个刻不容款的问题 有很多公司 包含Intel MD Google 这些大公司 这些影响力提高的公司 他们其实为了这件事 都去修改他们的资讯系统 包含硬体 包含软体 包含作业系统 甚至可能编辑期 还有一些扩展去做这些事 那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到 Linux核心也是要面对这些问题 事实上Linux核心 你跟Side Channel Tech 有关的调整其实蛮多的 那我们在之后的课程 会提到这件事 那这些 要防范这些 像刚才提到 是个Side Channel Tech 其实你需要花很大力气去了解 计算机的编码 像刚才提到这篇文章 就是我写给我女儿的科普的材料 因为我发现 化学有科普的 物理有科普的 数学有科普的 但电脑科学没什么科普的 所以为了我女儿的教育 我知道自己写 所以你要了解 就是很多这些环环相扣 刚才提到 刚才有Time Attack 那种Side Channel Tech的形式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有什么 现在有这种新形态的这种攻击 所以就需要一个 能够再达到所谓的叫常数时间的运算 所以就是说 它不会因为它的分支 不会因为它的输入 而导致什么 导致它的CPU周期数会不同 所以你看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探导西语言 成设计的一部分 但是显然 我们今天了解这东西 绝对就不是为什么 不是主行去面对 如果说你抽到 就是看了这一行 跟看这一行 然后不去想 它背后到底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去想说 背后它到底要这样思考 那你就流入一个什么 流入花了更多时间更多 但是根本就没有 或者什么任何启发 这是我在这门课 不乐意看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 我愿意花很长时间 就是我们 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前六周 都会干这种事情 花很多时间在看 花很多时间在看这种BYS的操作 BYS的操作 你会从 会从第一周 第一周 一路可能会看到第十几周 才会看到 可能到最后一周才不会看到 就是因为它东西太关键了 但是很多人就流于什么 流于说 我只是看它致命上一次 或者说去脑补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且更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 像刚才讲这个绝对值的运算 你说绝对值 我问你说 这个东西我把一个数值 带入到这个绝对值的运算 然后请问会得到什么值 你说这个简单 那不就是 把那个负的东西拿掉 然后变正的 我是哦 这些这个东西呢 非常复杂 这个东西复杂在哪里呢 因为那个值呢 注意到 刚才那个值呢 很大 对吧 那个值很大呢 事实上呢 你大概猜得出来 它跟什么 跟那个 跟 有号整数的范围有关 然后呢 注意到呢 有号整数呢 像30号有号整数 它显然是有范围的 它有上界跟下界的范围 然后呢 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把一个枕最小的枕数 最小的枕数 最小的有号枕数 带入ABS的实作呢 其实这件事呢 这件事呢 在恶补数的系统里面呢 其实这样 它是没有定义的行为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想啊 就是像摩兹亚这种 网易流暗器 对不对 它会什么 它会去读取不同的图档 那些图档就运用这种缺失 什么缺失呢 就是因为呢 开发者可能会假设 他会假设ABS得到结果永远是正的 所以他可能有一个正列的一个 一个index 所以你想我加一个正列叫A好了 那A它会有个index 那开发者 原本摩兹亚开发者可能会觉得什么 这个index呢 它就只应该是要正的或者零 对吧 就是好像正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东西呢 ABS用一个最小的 最小的三收益 最小的这个整数带进去的时候呢 它是未定义的行为 也就是说呢 它可能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一模一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输入东西是负的 然后呢 输出还是负的 那这件事对攻击者有一个大的好处 为什么 因为对攻击者来讲 我原本只能存取到正列的有效范围在这里 对吧 它就只有这个这么大范围 但是我瞬间得到一个负的范围 对吧 一个很远的范围 然后这个东西呢 对这个安全的冲击非常大 然后这 你可以延伸看这个 这一边 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讲座啦 或者我们系列课程里面 都有提到这件事 就是希望呢 你了解系统规的标准 了解系统 系统程式安全议题 然后如果说你有看我们的这个 教材的话 你发现我们还有在探讨RUST 对 RUST 程式语言出现的原因 也是为了解决什么 也是 这种层出不穷的这个资讯安全问题 也是要基于克服的 所以可以看出呢 我们虽然好像在讲Linus Kernel 对不对 但是其实有很大力气 我发动的那种事 那我认为是很值得的事情 因为呢 你如果是不 如果是不 不清不白 不明 不清不楚的去探索Linus Kernel 就是看右下 画面中右下的这段词诗码 你就不了解他到底什么实作的 不了解说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实作 要那么大费周章 对不对 你注意回想 这段词诗码 左上角词诗码 刚好也这样 他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回圈 也没有分支 对不对 你看 这一段跟这一段词诗码 其他都没有分支 你说该不会都是为了Constant Time 对 有这个考虑 那词诗码没有写那个 词诗码就算有写注解 可能不见得会提到这句话 就算提到这句话 你可能没有 心里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困难 没有意识到它的考虑因素 没有意识到 它要解决问题在哪里 好 那这些呢 都是我希望在这门课 可以引导大家去思考的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这个 程式语言的安全 其实也不是只有 就是不是只有程式语言层级而已 像这个Microsoft的这个MeMaloc 那MeMaloc呢 是一个 Microsoft Research的一个专案 那跟Microsoft大部分的Research的专案 不同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专案呢 其实是实际有在用的 可以看到这个底下有写 它实际上已经用在这个Ager 就是这个Bin 有求Bin那个Bin 那个Microsoft自己的搜寻器 然后那个Ager Ager是Microsoft自己的云端平台 好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专案是真的 真的有在用的 跟很多Microsoft Research的专案不同 这个我们课堂有机会在讲Microsoft的一些八卦 总之这个专案是真的有在用的 然后呢 这个既然它真的有在用 所以它对安全的强化是很关键的 然后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如果你看早期的版本 2019年的这个MeMaloc的实作 很有趣的地方是 这段程式码呢 你大概猜出来 从这个Rendon猜出来的码 它叫乱数种子 但是它乱数种子的反应方式很奇怪 乱数种子的产生方式 竟然是把一个地址 对不对 把一个地址当作乱数种子 这时候呢 涉及到一个东西叫ASLR 你看它的全名 Adress-based layout randomization 就是说呢 它其实呢 可以让的吧 这个Adress-based 就是我们在这个存取的时候呢 不管是科隆或者user-space 对不对 就是不管是科隆或者这些应用程式呢 它都会有在Adress-space不同的范围 然后呢 我们这边强调就是layout 也就是说呢 这些function 或是它的范围呢 会怎样 会有 它会随机的去调整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 休息一下 休息到 2125 2125 来回答一下同学问题啊 嗯 好 如果是使用Mac的话呢 就是对 就是Mac里面可以装Linux 那就是那你一开始没有做过 准备好的时候 你可以先安装虚拟机器 那这边的话就是推荐用Lima Lima Lima这专案很好用啊 就是你可以在MacOS上 就是安装虚拟机器 而且它会帮你把那个UberNube Linux都把它装好 非常方便 当然最后呢 你还是应该把Linux装到你的MacOS上 就是双系统方式 西元规格书要怎么取得呢 在我们有个讲座叫做你所不知道西元 那里面就会提到规格书的存取资料 那西家呢我们没有特别探讨啊 我们讲西啊 因为讲西都要讲很久了啊 哎哦对对高师啊 不是欧拉好啊 对对对好 感谢感谢同学修正啊 所以感谢大家就是 上课还是喜欢有这个互动啊 高师对 数学王子高师 哎呀这个比喻啊 哎呀 这是台湾的人都英雄勾携啊 而且呢 台湾这个工程啊 很多时候是有赚钱讲话就大声啊 哎呀 这个这个有时候很困扰啊 好 那大家也不要太太灰心啊 就是 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战场 所以呢 我在大选呢还开另外一门课啊 另一门课在叫什么呢 叫做 叫做 资讯科技产业专案设计啊 呃 对就是啊 这个这门课在干什么呢 就是教你怎么去科技工程师面词啊 你说为什么这门课 为什么不叫做 呃 资讯科技面词 我我用过的嘛 那但是学校不让我用这个 学校有些疑虑啊 就不让我不让我开 就是 议程委 那个课程委员会觉得说 哎 这东西应该开在管院的嘛 就是 资工县老师说 哎 这东西开管院 那管院老师说 哎 这东西设计到城市设计 我们不能 这管院不能开 就是困难了 所以就只要取一个怪怪的名字 好那总之就说呢 因为我知道呢 我们有很多学生呢 好不容易这样 好不容易提升的自我的要求 然后整个视野 胸襟都不同了 但是呢 在这台湾的一些某些公司的工作环境 就会都阴寻苟且 他有时候就 你到心就会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只能告诉你 孩子 赶快离开这个环境吧 就去该你该去的地方 所以为了 为了大家能够开发丽课程 还要预外开一个课 教你怎么去其他公司工作 你懂啦 但是一群国血不是什么错啦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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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地方就会有好坏的 不是说美国就一定好 就是 我美国也呆过啊 但是但是我最后还是绝对留在这里 好 就是反正就是 呃 人生呢 有很多选择对得起自己就好了 嗯 医生说这个药 有需要的时候就吃耶 可是我已经吃了 我已经吃了三三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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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休息前談到這個ASLR 我們來看看 ASLR在許多主流的作業系統裡面都有實作 像這個MacOS、Windows、Linux、VBSD 這些幾個主流的作業系統都有實作 為什麼?因為它連帶的攻擊 就是它要解決的資訊安全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在沒有ASLR的狀況下 像我們今天有一個方學 像這樣方學 在沒有ASLR的狀況下 像我們畫面中看到這個MAN的函視 它的地址很有趣 ASLR沒有開啟的話 它的這個process開第一次 開第二次、開第三次 你會發現它的MAN的地址會是固定的 這樣的話有什麼問題呢? 就導致說如果有心攻擊的人 用Buffer Overflow、Hip Overflow 或者一些手段 其實他就可以知道說 我每個方學的載入地址是什麼 就可以去說我要把拿來攻擊的層次碼 要從哪裡開始蓋掉 或者說從哪裡開始去複寫原本的層次 或是去... 它還不見複寫 它可能就是把別的層次把它吊包 原本有if、else 比方說取得密碼之後 我做某些事 沒有取得密碼就跟你說 Permission Deny 但是就可以把它換掉 那SLR呢 就可以讓這件事 就是攻擊的難度提高 不是說這個攻擊就會不見 就是我們講很多攻擊 都是叫... 叫Metigation 只是一個減緩 那以SLR打開的話 就是MAN這個函式 在每一次process開啟 它可能就有公共地址 注意到我們講可能 事實上還是有可能會遇到同樣地址 所以SLR其實還是有等級差異的 好,那總之呢 這個Metalc做了什麼事情呢 它就利用SLR的技巧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提到 這個方形在每次process載入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數值 那不同的數值就可以來做什麼事呢 不同的數值就可以拿來當亂數種值 當然這個種子強度是比較低的 所以後來Metalc又強化了 然後它就是用這個恰恰 恰恰吞體 Metalc 我們來看看 恰恰吞體 所以我剛才講的是2019年的Metalc 那現在已經很不同了 有沒有看到熟悉的面孔呢 反正就是我舉例 通常都舉我有參與的專案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你沒有參與的專案 然後就舉例好像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你舉例就是要自己有投入的 不然 不然 不然覺得很奇怪 不過你也知道台灣的 台灣很多研討會是這樣 就是你把Github上的Read Me 把它看一看 看完之後你就把那Read Me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在台灣的研討會發表東西了 其實要注意到這不是壞事 不是酸民的 我是說台灣的研討會是很親密的 就是對大家很友善 所以其實大家 我講這其實不是什麼酸言酸語 是說 其實你學生就要聽到這句話 就要覺得 其實 其實那所謂有工作經驗呢 也是把那個Read Me讀一讀 然後把它整理一下變成同一片 然後就去演講 我一個大學生當然也做得到 對 沒錯 所以我強烈建議 你一個大學生 一定要去做這些事 因為 你一旦以後進入工作之後 就進入公司之後很難就去發表什麼成果 但你看 剛剛講的 其實在台灣發表這些東西的成本是很低的 把Read Me看一看 稍微整理一下 一範例就可以講 好 然後 我們剛才提到 ASLR就是一個基本 所以你看ASLR 所以ASLR是一個基本 但是事實上 就是它會在額外搭配一些 讀多倫的Number Generator 這我們之後也會探討 然後再搭配一些OS的機制 像我在這個時作 我就貢獻了那個 MacOS的部分 好 然後呢 再來是 這個 這個 主要我們這麼一刻在講Linus 對不對 但是呢 很多同學就說 學校只教理論啊 所以Linus都沒教 但是說真的 我覺得你說這句話 可能太抬舉大家了 太抬舉學校了 事實上呢 學校呢 有沒有把理論教好 我都很懷疑啊 如果呢 學校真的把理論教好的話 如果學校只教理論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畢業生數學那麼差 那 你懂的是啊 你說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數學好 你學了數學 沒辦法拿來做高頻交易 沒辦法拿來預測 拿來做那個 股票的分析 或者拿來讓你賺到錢 我就開始懷疑你 你學數學學在幹嘛 對不對 就是 考試跟 學理論是兩件事 所以呢 其實不是學校只教理論的嘛 是學校 喜歡教卵柿子 因為 不想得罪各位同學 對不對 我知道有些同學 聽到這件事說不爽 不爽就有退學 好 然後呢 就是這邊呢 就是你看喔 就是像這個 如果我們看男主播跟女主播的聲音 左邊的是男主播的聲音 右邊是女主播的聲音 那你看喔 他乍看知道左邊又會很像 但是呢 如果我們有些分析呢 比方說我們 你有聽過這種說法 像富裂分析 富裂轉換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什麼 你就可以去清楚分出人的聲音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你在大學的 你可能會在工程數學學到這個 富裂轉換 富裂分析這種 然後你說這個東西呢 跟Linx Kernel有什麼關係 好 我知道你就會好奇 好 所以直接跟你講結論 這件事跟Linx Kernel 不只是有關係而已 Linx Kernel裡面就有 好 直接跟你講 然後我知道有同學 不滿意啊 所以說前面怎麼都在講一些五四三的 好 直接跟你講啊 這讓Linx Kernel裡面呢 就充斥了各式數學 所以像那個無線網路 就是無線網路裡面呢 其實像那個Qualcomm Azurus 那為什麼叫Qualcomm Azurus 因為Azurus原本是一個獨立公司 是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創辦的這個 的Azurus的公司 然後 那後來被Qualcomm併購 在2013年的時候 Qualcomm併購 但是維持原本品牌 所以它的品牌就叫Qualcomm Azurus 然後在這個無線網路通訊很有趣啊 就是我們在資料傳輸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批量傳輸的時候 比如說傳0跟1 那就是高位低位 就很容易去區分 但是呢 這是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下 才能夠傳輸 那無線的傳輸 其實它可能需要什麼 它需要把一些頻寬限制住 也就是說 你以前傳輸資料的時候 只是講0跟1 因為你只在意它的序列 但是在無線通訊的狀況下 要考慮到它的頻寬 所以必須要把一些高頻成分去掉 高頻成分去掉 就是要這樣 複裂轉換在做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像男生跟女生 你知道女生的頻率比較高 男生的頻率比較低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一個這樣的區分 那我們透過這個複裂轉換 那事實上我們是用的叫做快速複裂轉換 然後因為這個東西對電腦運算更友好 然後透過這個快速複裂轉換 把這個資料限縮在一個範圍 好 然後呢 那在neas kernel裡面 你就可以下這樣的一個命令 就是說在那個 跨看azolus的晶片上 你就可以下這樣的一個命令 然後就是什麼 去去掃描頻補 然後呢 在它的device driver裡面 對你們有聽錯 它的裝置驅動程式裡面 就有複裂轉換 你說數學是不重要 當然重要 但是呢 很多時候你只是拿來考試 對不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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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多人畢業之後選擇 不需要碰數學的工作 這也沒什麼對錯 但是我希望大家學的數學就要拿來用 對不對 不管是做高頻交易啦 做這個股市分析啦 做這個風險管理啦 或者說 用你的專業去 去為人類謀求福祉 或是爭取自己的利益 都是 好 那總之呢 就是說 我們在這門課呢 我們會講一些數學 然後注意到這個講這個數學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它的背景知識 其實你都有概念 其實大概就是大學部 二年級的程度就可以了 當然說一年級 入來學這門課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就把數學的基礎把它補好 然後呢 像這個 這個是2019年另外一個 也是很知名的案例 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那個Claffler 他們怎樣 他們在2019年 疑似遇到攻擊 後來發現那個攻擊不是 不是來自外界 是內部的 什麼呢 就是說他們有個Regular expression 沒寫好 所以導致呢怎樣 導致那個 畫面中右邊這個 Regular expression呢 它之前的時間 它在這個Evaluation的時間太長了 導致什麼 導致絕大多數資源被耗盡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 有一個可觀的時間 都在 就是系統資源耗盡 所以沒辦法服務其他人 所以導致什麼 Claffler的服務中斷 那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 暴露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Regular expression 是一個很強大工具 那是讓你在那個 離散數學 大學的離散數學 或者說你在 就算沒有修過正式的 正式的 諮詢工程的課 也沒關係 你可能有聽過這個詞 但是現在南對方說 這個東西很好用 可是呢 我們卻很難去檢驗說 它是不是正確的 我們只能說 我們可以去檢驗說 它的這個 它的automata 最後呢 它的這樣輸入 會得到什麼輸出 但是我們還要保證說 它能不能在一個 符合預期的時間內完成之行 所以它是必須 是bounty time 就是說 它必須在一個 有限制的時間內執行 然後注意到 這個2009年 這件事曝露出了之後呢 其實呢 又導致很多新的理論 或者說 把舊的理論重新翻出來 應用在線線系統 所以其實現在的 Regular suppression engine 就是那些 正規表示式的 執行行 其實呢 開始呢 就什麼 就把這些理論 融入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學校呢 其實說真的 我必須誠實講 包含本系在內呢 其實理論真的較不多 至少 至少沒有辦法 讓大家有什麼深刻的認知 深刻的認知到自己也不足 深刻的認知到說 自己該 該 該 該換個方向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教理論教的太少 我們大部分教的東西要軟式子 不是理論 那當然實作根本不用講 好 那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理論跟實作是一體兩面 然後這個 但是呢 也不要覺得說自己欠這個東西 絕對灰心 欠什麼補什麼 然後呢 那打好基本功呢 是什麼 這邊就有句話 打好基本功呢 是為自己殺出血路的唯一途徑 好 比方說呢 像這個 這是我親身經歷 就是呢 就是 你知道我大學沒讀完 那大學沒讀完呢 所以我寫那個填資料時候 就只能填高中 然後有些履歷表 有一些履歷表 只能從大學開始填 所以導致我都在空白 像我那時候 申請學校的教職的時候 有很困擾 那學校就打電話說 不是陳大 就另外一間學校 另外一間學校 就是聘我去教書 但是呢 那個人士就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黃老師啊 你那個資料要填完啊 我說我資料填完啊 我說那個學歷沒有寫 我說不是 不是我不願意寫 是你們學歷從大學開始寫 我沒得寫啊 對不對 然後人家就說 蛤 你知道那個 那個承辦人員 蛤 然後我心裡就很昏倒啊 你們院長都說要聘我了 對不對 你只是暗表操課的人 對不對 好 所以在台灣人 你看喔 一個人如果說 他宣稱他的學歷是高中 那你就想 哎呀高中 對不對 一定什麼都不會 你複裂不常都不會啦 然後就看 就是什麼 台灣就是什麼都不 台灣缺乏很多東西 但是這個 這種看不起人 都完全不缺人 然後呢 十幾年前 就是 十幾年前呢 我去某一家知名的公司 然後呢 我就特別去應徵一個需要數學的工作 然後呢 我就去做多媒體 就做那些codec 就是做那些什麼 你知道mpeg啦 h.264這種東西 就做那個 知名公司是哪家我就不講了 反正知名 然後呢 那個 我之所以有那個面試機會呢 是因為我跟那家公司的副總 就是你有談過了 所以副總直接安排一個interview 但他底下的主管 可能對我就有偏見 他覺得說 蛤?你只有高中學歷 這個東西你應該不會吧 所以他當場出一個東西 Arc tangent的積分 好 那 因為他覺得我一個高中生 高中畢業生 應該 微機面不會 所以我就 我就 從微機面開始算 算給他聽 好 然後呢 你要知道這件事呢 不要說 不要說別的啦 你說本校 本校就是本校的大學教授 理工的大學教授 有幾個大學教授 他當場可以算Arc tangent 一分 就是30秒內算出Arc tangent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是做不出來的 好 這跟他們能力沒有關的嘛 因為他學術有專攻 對吧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Arc tangent 算得超快 但是你看我在面試的場合 就是這樣 就當場被要求算Arc tangent 而且是立刻要算出來 所以 怎麼辦 你就知道當場算出來的嗎 有時候就是 但是往好地方想 這種主管想想 他出了數學 不可能出過難 對吧 所以後來就跟他聊什麼 跟他聊 我把Arc tangent算完之後 我就跟他說 費馬大定理的證明 我就跟你聊一下模型式 然後可以跟53 我就講一個關鍵名詞 然後你知道他就理虧了 因為他說 你會 對不對 然後你看後面 我開始講一些模型式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開始講那個 講那些 講那些猜想 總之 那個主管 後來他就講 故具接電話 然後 然後 副總就回來跟我道歉 好 Anyway 就是說 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台灣就充滿偏見的地方 所以 打好基本功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會有些劣勢 比方說 他說真的 你就算讀到成大 人家還是會說你學電 對吧 因為人家說 台經教以外就是學電 對 這句話我覺得沒有什麼錯 因為 對 好像也遍不過別人 講四大一定就是成大 對不對 台大哪一次跟你講四大 但是 我希望 我們的學員 在這個課程中 重新了解到 你自己也不足 切什麼補什麼 然後重新了解 好 我就可能二不數 我甚至連二進位的概念 都沒有認知 我甚至連七元那些 基本的那些操作 我沒有想懂 沒關係 你就來這本課重新學 好 所以注意到我們在這本課 其實與其說 是探討Linus核心的 這個 若干的子系統 不如說什麼 不如說我們在探討 所需的背景知識 所以你看到這個資料結構 我們在 我們在第一週就會遇到這個Linked List 而且Linked List 是變形的 就是環狀Linked List 不是說 不是說 一個一個接下去 我們是會這樣 會接回來的 然後這叫做SecureLinked List 在Linked List 就有 然後再會講到紅黑樹 然後還有講一些抽象的資料形態 然後 在這個過程中 還會講到 計算機組織結構的東西 比如BOS操作 二進位的表示 那種一補數 二補數 那副點數 I3754 然後講Cash Memory S&P Potamic 然後最大的這東西 就是它其實都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在我十年前開課的時候 其實我的課程是有設定 那個叫做擋修 就是一定要修完某些課 但是後來發現擋修沒什麼屁用 因為很多學生都說 他的計算機組織拿了90分 然後一問三不知 不要說打臉 打臉是什麼 打臉是一個人 打了會有彈性 會彈回來 這是打臉 我是打不到的 就是我要打他打不到的 他是空的 所以他的確是 他其實掌握了考90分的方法 但是他沒有掌握計算機組織 計算機結構 所以這樣的學生其實也蠻多的 這我比較難過 總之就是這什麼課 沒關係 我們就重新教你 反正我們會透過測驗 還有一些資源 讓你去檢驗自己哪里不足 就像剛才講的 哪里不足 補什麼 然後在演算法的話 我們會探討一些 比較特別的狀況 比方說Worse Case Execution Time 這個東西在Lears Cannell很在意 像前面為什麼會講 Constantine ABS的始作 其實也為了這件事 就是在最差的情況下 在最差的情況下 資金時間是怎樣 是要能夠預期的 所以它是 這件事對像即時處理是很關鍵的 好 最簡單的即時處理 像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現在在 我們在直播對不對 我們在直播的話 有視訊 會有音訊 視訊跟音訊就要跟得上 所以你想喔 視訊跟音訊 其實它是不同的Codec 你就算不瞭解它背後的原理 但是你現在知道 聲音跟影像應該是走不同的演算法 然後 所以它其實要做同步 就是我們所謂AV Sync 不要亂想 就是Audio Video Sync 看一些YouTube 或者看一些Streaming的資料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就是聲音出來了 但影像沒有更動 或者影像已經更動了 但聲音沒有過來 就是所謂的AV Sync出錯 那這樣也是在Leo Time 會做很大的衝擊 所以為了要去滿足Leo Time的需求 其實這個我剛才講了 What's the case? Execution time 就是很重要的分析 注意到這件事 也是Linscom在一起 然後再我們剛才講Concurrent 所以我們就把上面 講的資料結構再把它帶過來 所以上面講過 講Link List 它在Concurrent的情況可不可以用 它就是 我有原本Link List 只能用在單核處理器 那我在多核處理器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之後呢 我要確保說它有Skability 就是說我當然希望核數越多 投入更多硬體的資本 然後怎樣 它會有更好效益 否則這樣 否則 否則 就不是我們期待 那這樣的硬體效應就很差了 就是它的Skability就差了 所以陳達為什麼是學電 我完全同意陳達是學電的說法 對不對 你說我們教那麼多 我們教了人工智慧 我們教了Data mining 我們教了計算的結構 我們教了好多東西 然後學人最後去輪班 讚 對不對 就是感謝他們的付出 就是這十萬青年十萬青 但是說真的 我們真的可以做很多事 那所以我們要想清楚 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麼在這門課呢 就是希望讓大家了解 我們要解決問題 它是在什麼範圍 各位讀學電也不要太難過了 就是 這表示你可以跟同學落差 可以拉得比較開 對不對 真的不要太難過 不要因為聽 不要因為老師 不要聽到說 那個這個 聽到說自己的學校 被定位成學電就難過了 你要想 哇這是我表現的機會 對不對 好 好 那習遠根本不用講了 我們也講東西多次 好 那機率統計的東西 好 等一下會講 等一下會講 什麼東西跟機率有關係 不要壞要 要了解內置科目裡面也有機率統計 而且很快就遇到了 好 那額外的話 資訊安全的密碼 電腦網路要匯度處理 一直多可達成事品質 好 都是 然後呢 這邊呢 這邊在講什麼事情呢 就是講這個馬斯洛 就是在馬斯洛有個講 講自我實現 就是馬斯洛的那個三角形 不是金字塔 不是三角形 金字塔 然後呢這個 這個Dane 就是這個 Charles Dane 他就是做一個這個 就是他就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對比 就把他把那個馬斯洛的那個 自我實現 他那個金字塔 然後把它替換成什麼 替換成城市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把 最急人把它Correct 就是城市要正確 然後呢也要安全 就是面對各式各樣的條件 攻擊都還可以運作 然後呢城市馬是可以可渡的 然後城市馬再上層是優雅 然後最上面是利他 就是可以重用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說真的 你說台灣的大門工程 是在什麼層級的 這我不好意思說 你知道了好 就是不在這個金字塔 就是在金字塔下面 因為其實絕大多數的台灣工程師 都還在Correct這層 在打滾 其實也不能怪他們 因為說真的 拿那個錢就只能做那個事 這沒什麼對錯的 我們今天不是貶低貶低的提升自我 是我希望大家了解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給這個社會 給予這個工程師的時間資源真的不多 不管是開發資源 可以給予的石淵 還有它這些相關的教育訓練 其實都不夠 都是整個急救商最後一課 他說明天教 那所以我們其實 絕大多數的工程師都還在Correct 這層在打滾 但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Linus Kernel是在什麼層級 Linus Kernel已經是立他那個層級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在 閱讀Linus Kernel的程式碼的時候 會覺得非常艱辛 因為你是從最底下去往上看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強調這些基礎的部分 因為站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永遠就站在Correct這層那邊打滾 然後你去看那層程式碼 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力氣做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ABS寫那麼奇怪 不就是寫個If else就好了 為什麼要寫個那麼奇怪的東西 浪費時然後賺PB 就很多學生就會覺得 就會這樣想 其實它是不同思維 而且同樣是神是開發的 執行結果就對了 我今天測試對了 然後明天測試對了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交件了 注意到我們現在對於軟體的要求 就是這麼高 所以請問大家了解到 21世紀是一個高度分工的年代 不是有就好 是一個持續的演化跟重構 好 那這個 屁那麼多話 總理來看一些程式碼 好 我們也給大家動動腦 動動腦思考 來思考一些工籤效率 好 我們看一個LICO類型的題目 這個題目 這隨便出一個題目 就是把LICO的東西簡化 你看 就是說假設我今天給你一個數值 A跟B 那A跟B的話 然後我就要找出什麼 找出2的倍數跟5的倍數 就是說我給你一個數值範圍 比方說60到95 就是從60開始一直到95結束 所以有這麼多數值 然後我遇到2的倍數的時候 我就印出來 那5的倍數把它印出來 好 這個東西我常常在我跟我女兒 常常來玩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題目我女兒也懂 就是2個數字跳一下 5個數字跳一下 好 然後呢 這個就是FizzBuzz的那個變形 所以是那個 怕有同學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FizzBuzz LICO裡面有個題目叫FizzBuzz 然後呢 其實這個題目就是這個變形 好 那這個題目的難的地方在哪裡 難的地方是說 我對空間有限制 這些東西不是考你那個 會不會寫If Else 是說呢 你能不能呢 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小於BIG O BIG O N的空間複雜度 來實作在這件事 好 那就開始想了 好來 我喝個水 讓大家想一下 主要這題難度不是 不是2的倍數跟5的倍數 好 是怎麼去降低空間複雜度 想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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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題目呢 我想大家已經了解喔 好 這個解題策略呢 有一個基本策略 就是說呢 我就把馬 我就建一個陣列 那這個陣列呢 我就來保存說 去記錄說它是2的倍數 還是5的倍數 那如果它是2的倍數 5的倍數就寫是1 那不是的話就寫是0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這個策略呢 就非常單純嘛 就是用空間來處理 好 然後呢 但是這個有個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呢 就是你看喔 就是因為我這個 我會有個上界跟下界對不對 就是A跟B 分別表示上界下界 好 對不對 下界跟上界 然後呢 這樣存的話呢 其實就是取決什麼 取決說A跟B誰大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種做法 那你說 因為呢 總是從A開始嘛 所以我可以做什麼事呢 我就是把它截掉 對吧 就是說我把這個 第一個方 就是上面這個簡單的方法 我從什麼 從這個 我建立的空間 然後我就是從什麼 從這個 A開始算 好 然後呢 這樣的話呢 我就會把這個空間複雜數降到什麼 B-A 或者A-B吧 看似比較大 去絕對值 這個就是一個很基本的想法 就說欸對耶 就這樣 就好簡單喔 注意到啊 這件事呢 難在難在 難在呢 寫出來程式長這樣 好 但是呢 這程式嘛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為什麼完全不能接受呢 注意到 為什麼他是完全不能接受 他不是不能接受而已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嘛 為什麼完全不能接受呢 因為 你不知道A跟B到底多少啊 你說A跟B 可以用二根尺來帶入 但是萬一一個東西是什麼 6536 或是一個什麼 32文元的上階 或是64文元上階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要講 就這個東西呢 其實這個肯大考驗在哪裡 就是你去建立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的空間是個關鍵 再講一次喔 A跟B 它分別表示 它可能是上階 有可能是下階 對吧 但是呢 它就是一個有效的整數 整數來講的話呢 你看喔 有效整數 有效的32文元整數 最大值是多少 是21億多 那所以呢 今天問題是什麼 今天我要去配置一個空間呢 它是21億多呢 它如果是用一個 這樣的一個配置方法是會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是配置在Stake 這我們只會講 總之就是說 這個配置的空間是有限的 你說那我就把它改成Metwork 你不是記得剛才講那個 Double跟Float的問題 前輩說不要用Float 要用Double 他說喔 對耶 前輩這樣做也對了 那等你到時候獨當一面的時候 前輩退休了 前輩就是那些科技行為退休了 到你獨當一面的時候 欸為什麼前輩可以我不行 對不對 因為它根本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一樣 如果你是寫的這個程式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嗎 因為integer的範圍 可以很大 對不對 A跟B都有可能是什麼 21億多 所以呢 這個問題呢 其實這個程式 你居然不是說我這樣寫出來 這樣就結束了的嗎 還記得剛才這個嗎 這個東西呢 注意到 如果你寫出剛才的程式 連correct都做不到 就是剛剛講的 絕大多數台灣工程師 都還在correct這層打棍 注意到這不是什麼對錯問題 但是我希望 我們一定可以 一定要跳出這個泥鬧 否則我們的資訊科技產業 不會有進步一天 好 所以事實上我們就 思考到一件事 我們其實需要一個 更有效率的展現方式 那像前面提到的 其實事實上我們存東西是0跟1 對吧 我們真正要表達的東西 是0跟1 那我們就開始思考 我們0跟1 如果是只是用 就是配這個陣列去表示的話 其實怎樣 是很容易浪費空間 因為我配這時候是什麼 我配這時候是一個 integer的array 那是很大的東西 很占用空間的東西 那我能不能去善用每個bit 去表達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 來看喔 就是我們先來看這個LP LP64 LP64 它是屬於64位元的Data Model 一部分 就是 脈路64位元 其實在不同的計算機結構 還有不同的作業系統組合下 可能會不同的範圍 就是不同的數字範圍 例如說我們講那個 講Windows Windows呢 它使用的model 叫做LLP64 就是反正什麼東西加64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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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說 比方LLP64呢 就是比方說P 會是64 P就是pointer 64 然後LL就表示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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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64 然後呢 就是Windows在用的 那如果說我們講Linus的話呢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LP64 LP64就是Long 是64 那Long Long比Long大 所以它會64 然後 Long Long 就是LP64 就是說呢 因為Long已經是64嘛 所以Long Long 也就會跟著是64 因為它是64的 位元的model 所以就不能比它更大 然後 所以你看 這個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的電腦呢 如果安裝的 在你的電腦上 在你的這個 S866 就S866 這個常見的PC架構上 安裝Windows的話 它的那個Data Model 是LP64 那如果呢 在這個 在你的電腦上 安裝Linus呢 它用的是LP64 那這些 這兩者呢 是不相容的 對吧 因為Long的長度是不同的 好 那這個是一個額外問題 我們之後還去探討 但是呢 integer呢 在這兩個model下呢 都還是 這是32 那你說會不會有64 位元的Long 會有的 但是底下這兩個 就比較少見到 所以我們就不特別去探討 我們就只探討 integer是32 位元的情況下 好 那所以整件事好玩的 因為呢 在LP64 或是LLP64的這個Data Model下呢 integer的長度是4個bytes 所以呢 我事實上呢 我這個一個 一個 integer呢 可以表示什麼 表示 就是 32位元的這個 的位置 所以你看 我們把什麼 我們把這個上面的空間 對不對 很容易浪費空間的東西呢 變成什麼 變成用 就是一個byte 一個 integer 就可以表達什麼 32位置 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空間的使用率呢 就大幅地提升了 當然寫程式的方法就要改了 這個 因為簡報你之後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這個程式法就不特別解釋 所以我們程式就要做這個修改 這個本質上呢 演算法是沒有特別改的 注意到 演算法沒有特別改 但是呢 我存取的方法做改變了 所以我們用的是同一套演算法 但是呢 針對不同的Storage 原本的是針對 array integerarray的這個 整數的這個陣列 然後我們指定不同的index 那我現在透過這個位元操作 然後呢 你可以去算看它的空間效率 當然這樣的話 對寫程式的那個行為就不同了 然後我們有個講座呢 叫做bwise bwise的這個 bwise的這個操作 太激動了 不想打錯字 bwise 就是我們有個講座叫做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然後有一個講座就是講bwise的操作 然後這個東西也是在我們這課程很強烈 很強調的 就是剛剛提到 你從第一週都看到了 從第一週到倒數第二週都會看到的東西 就是不管這課堂會講的 或是測驗體會提到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Linus Kernel大量的存在這些議題 那這些東西也是要去檢驗 你對二進衛是不是了解 二進衛絕對不是零跟一 那擺起來就二進衛了 因為同樣是寫字 你看這個同樣是寫字 對不對 你講垃圾話 人家講垃圾話 政治人物講垃圾話就會有人聽 對不對 你講垃圾話就會 人家連看都懶得看 對不對 就是你不能說二進衛只是零跟一 零跟一只是個起點 我們能有難度是什麼 我們難度是說 零跟一它代表就是一個 離散的系統 那我們在現實世界它是個連續的 一個類比的系統 所以我們在離散 還有在類散跟類比 它本來就是不同的生態 數位跟類比它就不同的生態 然後呢 我們要做這種對應 然後還要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香港提升 提到這種上屆問題對不對 然後像剛才前面提到ABS 甚至還有這些認知 甚至你還要考慮到不同的處理器架構 對於這些操作 會不會有一些額外的一些行為 會不會有一些undefined 或是unspecific behavior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著重的議題 甚至連什麼大小節轉換 這個也會探討 我們在第一週課程會去探討 所以我們有大量的練習題 還有考古題 給大家做參照 所以我們這次我們這門課 為什麼有大量 就每堂課為什麼要測驗 因為我們要探討東西很多 所以我事實上 沒辦法在課堂有限的時間 跟大家介紹 但是我盡可能把這個 資訊公開讓大家存取 然後透過這些測驗體 讓你了解哪裡不足 而且呢 就算你實行測驗發現 發現沒有做好了 或是你剛好沒有機會 完整去參與這個實行測驗 沒關係 因為你當週對應的作業就是什麼 就是去強化 強化你的在這個題目的認知 我們等一下快速來看一下我們的作業題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 還記得我們剛才這個題目在做什麼事 我們這個題目就是在問空間效率 你可以很直覺去寫程式 對吧 你可以很直覺去寫程式 但是你寫出來程式 對不起 不能用 它連correct都做不到 因為你根本 你根本就沒有去想它會是什麼範圍 它沒有要secure 這個就是 因為這件事它連執行可能都會失敗 注意到 就是我們剛才講那個security對不對 它可能會要防範那些攻擊 不管是前面講side channel take it up 但是注意到 如果你完全沒有 完全對電腦沒有認知的情況下 你這段程式有可能是執行不了的 不是被人攻擊 你只是換一個數值 這個系統就挺住了 配置就失敗了 然後這也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們為什麼在這門課呢 強調這些議題 就是希望你是一個不同的高度去看待這個linx kernel 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 兩兩動五 休息到 兩兩動五 好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就是這個bwise的操作 我在這門課非常重視這件事 因為我認為比較灰心的地方是說 這件事其實應該是大學 大家在計算機概論的時候呢 應該就要學東西 但是因為我們學校 不只我們學校啦 就很多學校的老師會傾向吃軟柿子 因為 你懂啦 就是 教學評鑑真的很難啊 對不對 你說我這樣教會不會得罪學生 當然會啦 所以我寧可一開始得罪 這樣 我們知道上課在講 反正就是有些操作方法 但是我覺得我有責任告訴你真相 你想看你在學校學的東西 為什麼出去產業工作 為什麼你會抱怨說學校的東西用不到 因為你學既不是理論也不是實作 是軟柿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那個編譯器最佳話 就是 我希望從剛才前面提到的議題 讓你理解到我們探討尼斯科諾 就不是只是講說這個層次碼是什麼意思 那是最最最低層次的 甚至它可能 可能這樣子 就是幻想而已 我們今天在思考就是 我們今天程式能用 安全 可讀 然後怎樣 一路這樣子往上提升 就是說 它要 它是優雅 然後再來是可重用 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過程中要思考的議題 甚至包含說編譯器最佳話 也是一個關鍵議題 不信的話你自己搜尋看看 你可以看到像Linus Tuvas Linus Tuvas Linus Tuvas到GCC 很有趣 你Google說你這個 然後你發現Linus Tuvas 它有很多活動跟GCC有關 它有時候去回報GCC的BUG 為什麼會回報GCC的BUG 因為Linus kernel編出來程式碼就有問題 它會一氣之下去查 原來是怎麼 又是GCC的BUG 然後這個不是只有Linus kernel 不是Linus Tuvas做這樣事 其實Linus kernel在開發過程中 都會遇到這個 所謂的稱號叫 Altimization BUG Altimization BUG 然後當然當然GCC會 就是Linus kernel 因為Linus kernel夠大 所以會遇到一大堆 就是編譯 kernel的時候 或是什麼過程中 就會有一堆很多很奇怪的問題 所以你看這個標題 就是它顯然什麼 顯然就是它是 kernel的修改 它是 kernel的程式碼 但是它就特別告訴GCC 請你避開某些狀況 然後你說 那GCC會出錯的話 就把GCC 把編譯器最佳話會錯的話 我就把編譯器最佳話會錯的話 我就把編譯器最佳話關掉 對 又陷入那個什麼 這個什麼GCC非程式 對不對 你看台灣很多的所謂的前輩 又在幹同事對不對 就是最佳話會出錯 你就把關掉啊 FORO會出錯 就換Double啊 對不對 注意到編譯器最佳話在很多時候 是不能關的 以手機來講 手機你可能聽過一個東西叫Bootloader 就是載入作業系統的東西 叫Bootloader 然後那Bootloader可能還不止一套 像我這支手機 這支手機至少有兩套Bootloader 所以第一個Bootloader 會載入第二個Bootloader 第二個Bootloader 再把Linux kernel載起來 注意到有些手機還有三個Bootloader 這有些涉及到上一期 我之後再講 總之就是說 那Bootloader通常都是說 小的會載入大的 大的載入更大的 對吧 就是這樣的一個思維 那小的可以 小的可能就被限制空間 所以像第一個Bootloader 有的系統 它會限制第一個Bootloader 要16K 這樣的一個大小 所以這時候 邊編氣最佳化就一定要開 因為不開的話 你程式碼可能放不下那16K 或是一個比較小的一個範圍 所以注意到 我們很多時候 邊編氣最佳化是一定要開的 但是一旦打開 它可能會發現不同的狀況 比方說畫面都在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 它是一個C++的程式碼 然後具體在做什麼事呢 你看一下 MAN 韓式裡面有文 有一個無窮迴圈 那底下一個名字叫Unreachable Unreachable 顧名師就知道 看起來不會執行到 然後你看 你就會做一個吃瓜觀眾 就說 這段扣白癡啊 根本不會執行 然後你下一步 就這樣 我不行 我怕碰到我的螢幕 然後你就懂 下一步就發生這種 什麼它可以執行 只要邊編氣最佳化打開的話 它可以執行 應出hello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這門課程 也會介紹邊編氣最佳化 因為我們 會遇到邊編氣最佳化的議題 就是 可能會影響到效率 就說你打開最佳化了 發生什麼 打開最佳化可能還比 沒有打開最佳化的效能還在之差 或是打開最佳化之後 得到執行結果是不同的 就像外面中這個 你要想啊 這麼短的程式馬 你都無法預知了 那麼龐大 三千萬行的林斯科隆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強調這件事 好 那你們知道邊編氣最佳化呢 這邊快速講話 我們之後還有專門的講座 那就是說 它會有一個中間形式 因為我們會有 不同的程式語言 的輸入 那我們輸出可能會有 ON的架構 S86架構 POW架構 或是Risk-Fi架構 所以它會有一個所謂的叫IR 就是中間表示式 然後所以呢 它會有一個像 右上角這樣的一個形式 就是它乍看起來很像組合園 但是就是它比組合園高階 然後最終呢 用右上角這個中間的形式 再轉換成最終 左下角的機械 所以左下角是真正的S86的機械 然後這是這個邊編器的設計 那最佳化呢 它就是從IR這個層面 所以你去追蹤IR就可以了解說 邊編器最佳化做了什麼事 當然很多策略 比方說它發現 它發現做這個運算 就是比方說我做這個運算 20乘以50再加80 怎麼做呢 都什麼 怎麼做都是1080 所以我幹嘛 就直接輸出1080 像我最近在教我女兒加法 就是加她3加7跟7加3 你要知道3加7跟7加3 是一樣這件事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這什麼 這涉及到什麼 加洛瓦群 不是加洛瓦群 阿貝爾群 阿貝爾群也稱為什麼 交換群 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們第一週課程就會講 就是這個講什麼 講那個二敬畏的原理 然後呢 很多東西是不能交換的 然後我知道你一定不相信 什麼東西不能交換 來啦 我知道你不信 找給你 你知道我上課為什麼會跳來跳去 你知道嗎 跳來跳去 就是因為 有同學不相信我講的東西 好 不然既然你好奇 我們就找我告訴你 好 來來來來 呃 呃 不是 另外的東西 數字系統 數字系統 因為我們那個講座有時候那個順序會對調 所以那個 那個 所以我可能要再找一下 好 數字系統篇呢 就是講的一個東西呢 就是 我們講的阿貝爾群 然後 然後 好 這個 這個東西你看到 就是這個東西在 呃 single procedure 的那個什麼 符點數啊 所以就所謂的float 這個就是float 在float裡面呢 這個值啊 就是他就給很大的值 看到很大乘以很大乘以很大 得到無窮大 诶 正如求大聽起來合理對不對 很大乘以這個東西 你看到很大 減掉 減掉很 有沒有 這是很大 那是什麼 這是很小 對不對 而且呢 這個很大跟很小的 指數不同 所以你說 這個東西 這就是得到什麼 得到有本值 你說這簡單我會 很大減掉很大 然後再乘以什麼 很大 得到0 他說我會啊 然後你看到 很大乘以很大 減掉很大乘以很大 然後呢 得到not a number 對不對 你說為什麼這不是0 這個東西呢 因為呢 因為符點數的 符點數的加法 是不能交換的 所以換言之呢 我們剛剛講為什麼 為什麼要講阿貝爾群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講這個群 就是要了解這個 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講這個阿貝爾群 因為 因為在整個這個 加勒瓦提出這個什麼 提出群論呢 他後來就會擴展 然後呢就是 事實上呢 像剛才講3加7跟7加3 你要能夠證明 他這兩者是一樣 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這可能你要讀到大學 才有辦法證明 不對啊 很多人讀到大學 是沒辦法證明 總之就是說 他其實需要什麼 他需要額外的一些理論基礎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對數字的表現都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想這個東西呢 你說這個東西 不過就是數字體操 不不不不不不 因為邊緣器可能會做最佳話 來來來看這一段 你看喔 我記得呢 把A加B加C的結果 而散到X 然後呢 再把B加C加D的結果 而散到Y 好 然後呢 因為這ABC呢 他都是 ABCD 都是浮點數 那浮點數我們就有 操作會有成本 所以邊緣器可能為了 做最佳話 然後就做什麼事呢 他把那個 他發現什麼 B加C是重複做的 所以我就把B加C 先指派到一個T Temporary variable 對不對 就這表示一個 暫存的變數 對不對 那我就什麼 我就把這個東西放進去 欸 你說這個不就一樣呢 白癡啊 我國小就會的 喔 不一樣啊 因為 因為 浮點數的運算 不完全符合阿貝爾群 所以你就知道這問題了吧 然後呢 這件事呢 我們可以講很久 所以我們還有單獨講 這件事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們剛剛講這個 像這個Constant Folding 或者這種最佳話呢 其實它可能這樣 它會有不同的策略 那它可能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然後 那你一定會好奇說 這個東西在幹嘛 那快就跟你講 就是呢 邊緣器呢 他在 他發現了 發現什麼呢 發現那個 有一個DCE 等一下 你看這個 他發現這個 叫Strength Reduction 就是呢 他發現那個 因為回圈呢 做 這分支操作呢 是很大的成本 就是你看喔 我們今天做這個 做這種 像這個前面這個 Full回圈啊 它是一個很大的成本 然後 所以事實上的邊緣器呢 都想辦法去降低 降低它的那個 回圈鏈的這個強度 然後呢 剛才的邊緣器呢 就發現什麼事呢 他就發現說 那就這個無窮回圈 那無窮回圈呢 你做一次做兩次做三次 其實效果是一樣的 然後他又發現什麼 他發現呢 這個Main 沒有離開 然後你說Main沒有離開 是什麼 因為他沒有 Return 所以對他來講呢 反正他最後都沒有離開 所以呢 他就嘗試去做一個 叫做這個 叫做 Strength Reduction 注意到呢 他不是只做這些事 邊緣器最佳化呢 通常都是 就是在現代邊緣器呢 可能會有四百道 不是五百道 就是數百道的這種操作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只是其中 數百道策略的其中一部分 在講這些事 我只想告訴你說呢 今天緣器最佳化 已經是一個很強大的事情 但是這些強大 又會導致什麼 導致呢 你要了解這個行為是很難的 所以在 在LWN LWN是Linus Kernel 這個很權威的這個 很權威的這個第一手材料 就是很多Linus Kernel的開發者 都會在這邊發表文章 然後所以這邊來講 他直接跟你講說呢 為什麼緣器最佳 讓大家又外又狠 因為其實它裡面呢 很多現代邊緣器的行為 已經是什麼 很多是跟我們預期的行為 已經很不一樣了 然後所以呢 導致開發者呢 他不能期望說 針對Kernel 會不會有什麼 什麼樣的問題會發生 比方說像這個 這東西最大不能唸A A乘以B 就是我們說 let B assign to A 所以你應該把 所以不要講負值的 負值就講不出 到底是正的負的那個負 所以其實你直接講 把B指派到A 所以最大不要找那個順序 就不能講A等於B的 人家講B指派到A 那把B指派到A呢 這件事其實也是很難的問題 為什麼 反而在什麼 因為在指派的過程中 會不會有其他指派去存取 那編譯器可能會 預作一個設想 我在指派的過程中 沒有其他指派去會存取 到A跟B的結果 那如果A跟B呢 的確在指派過程中 已經有其他指派去在併的內容 會不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有 所以這個就是Linocon在做的事情 好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在講什麼鳥 好 有個東西叫Man Barrier 這個就專門來做的事 有給你一個關鍵 專門來做的事 我們之後也會專門來探索這件事 會讓你頭很痛 因為就算是這麼短的空 你就會怎樣 你就覺得你亂腦袋幹嘛 然後注意到 這就是21世紀 21世紀 即便是這麼單純 就是B指派到A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敘述 它都沒辦法直接 就沒辦法保證它 每一次執行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之後在講Concurrent的時候 就會講說 像這樣的一個很短的程式 它可能會有很多種不同的執行結果 然後為了要防範呢 會有那麼多不同執行結果 你可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你可能需要用到一些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透過剛剛講的Main Barrier 然後就讓Concurrent變得非常複雜 你說 那我奇怪 我在LinusConcurrent上面寫程式 我在Linus的開發 在Linus的一般的桌面環境寫程式 好像不用想那麼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Concurrent把你做掉了 再講一次 因為我們現在關注的東西是Concurrent Concurrent必須做掉非常多事情 所以你平常在寫程式 奇怪我都沒有在想這件事啊 我寫得都好好的啊 為什麼你講一個53的 不是這些事不存在 而是這些事被Concurrent做掉了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的定位是做Concurrent配發者 這件事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這是必須要做的 也因為它難 它的門檻非常高 所以我就教 而且在我現在來講的話 我甚至連高中生會也教 因為我知道很多研究生 對於研究時間 很多研究生都說想要認真學習 我讚賞這些事 但是通常是說兩年可不可以畢業 通常這樣問的同學我都跟他講說 我跟你保證兩年畢業 但是你每天要投入8小時 對不對 就是Google搜尋不算 你做在實驗室 催人盡量也不算 對吧 就是真的 真的在寫程式 真的在讀論文 真的在報告8小時 我的要求就這麼簡單 但是問題是講 絕大多數同學都做不到 對不對 因為這個要求真的很難 這樣的話 你每天這樣做的話 應該可以有些產出一些厲害的東西 讓你早點畢業 一年半畢業 好 所以我希望讓大家了解 就是 Kernel的學習就不是只是這些議題 你從這個過程中大概也知道 如果你有在關注我的一些過去的課程 你可以知道像我一些講座 像什麼 你所不知道細緣 其實就是為了 為了像探討那個Kernel 有回應 好 回來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們今天學習令子克隆了 我們面對的就是這麼兼濟的東西 但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這個不是只是拉開同才差距的 這是你面對 就是你建立一個專業 所以你聽到這些 我相信你了解到 我們現在學這個東西了 那個落差不是同才落差而已 就是你跟 可以說 至少是台灣絕大多數工程師的落差 那主要我們不是貶低別人來提高自己 主要我特別強調這件事 就是終究是要有人做這件事 就想就是 一定要有人去做心臟的手術 我們台灣有很多心血的疾病 就一定要有人去做心血管的手術 這個手術沒做好就會不會死人了 這個手術就是要做得非常快很準 而且每年要持續進修一直看新的東西 一定要這個世界一定要有人去學這件事 那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學習令史科術就是這樣的東西 它就是很難 但是就這個世界就需要這樣的人 而且一旦掌握這些技能的話 在合適的場合 主要我強調合適的場合 那這個世界應該不會虧待你 所以找工作要找對 那特別強調這件事就是說 這個世界沒有等你 很多東西的行為就不一樣了 從2070開始 iPhone的手機 它的效能可能就是 就比一般的桌上型電腦的效能來的好了 那為什麼手機的效能會比桌機還會來的好 你不覺得奇怪 對不對 然後對 這就是你對處理器的認知 可能還不足以體會到它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看喔 假設你看畫面中這一段 對不對 喔這個七難米製成的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說 你有沒有發現你看了這些報導 今天這報導不是在捧說 Apple多厲害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你讀了資訊工程 看到畫面中這些報導 你還是講不是所以然啊 為什麼CPU是六核 欸對 為什麼CPU不是雙核、四核、八核 為什麼CPU是六核 欸為什麼 那為什麼那個 內神經網路的處理器八核 欸為什麼它要八核 欸對 你懂為什麼 為什麼它是六核、四核、八核 為什麼 然後呢 你說喔 台積電的七難米製成好棒棒 然後就是十萬七年十萬均 好棒棒喔 然後呢 因為這件事讓它變成最強大的處理器 然後它的效能甚至會贏過部分的桌上行電腦 是這樣的原因嗎 只是因為台積電製成很棒嗎 絕對不是 台積電製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不是全部 那其他因素是什麼 我問你 你有沒有辦法回答嗎 多半的時候呢 是沒有辦法回答的 所以各位呢 也不要太... 就是我想讓大家理解到這件事喔 我講這件事呢 只是讓大家了解到分工的重要 絕大多數的人 絕大多數的你跟我 都沒辦法了解到這件事 就是只能了解到皮... 這不是叫皮毛啊 就是理解到... 關鍵字而已 皮毛至少要摸得到才叫皮毛嘛 對不對 這個顯然你是摸不到皮毛的 然後... 但是我希望呢 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現在這個高度分工的年代 這件事難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然後... 所以... 就算你修了計算機組織 計算機結構 然後你修了很多大學課 所以你看這些報導 是看不懂的 你根本... 你就照著剛才的方式來問自己 然後呢 更慘的地方是什麼 你問你受別人 你問你的教授 其實絕大多數的教授 台灣的教授打不出來 你問我 我可能也只能跟你講出一點點 我可以跟你講皮毛啦 那就是... 皮毛還可以啦 但是就是其他東西講不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 這樣的一個快速變動 好 那更別說這個東西啦 就是這些商業新聞就更多了 好 我們在這門課在做什麼事呢 我就希望呢 引導大家去... 去想 就是... 我們呢 就一定要能夠掌握 特定的... 這種高難度的東西 然後這些高難度的東西呢 就是往往大家就是要透過創造去理解 像前面講的就是說 編輯器的最佳化 當然不是叫你去重新創造一個編輯器 但你要了解說編輯器最佳化做了什麼事 或是它的這個衝擊 然後呢 以及你要了解到 Kernel呢 開發者怎麼去面對這些議題 在高速分工的時代 這些開發者做了什麼事 做了什麼調整 那哪些東西呢 非得在Kernel做不可能 哪些東西呢 事實上是Kernel跟U4Space搭配做的 好... 那麼在這門課呢 也會去探討這個像UN UN的話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就是手機嘛 尤其是考慮到台灣的就業情況 所以我們會特別去講這UN的架構 然後還有無所不在 Linux已經屆滿了30歲 然後... 你可以看到說 Linux Kernel這個開發非常非常的瘋狂 這個數字我已經落後很久了 反正就是說 每個小時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7.8個程式的修補 然後不是只有改7.8行的嘛 是... 就是... 一個Patch可能會包含數行 數百行 數千行都有可能 數萬行也有可能 好... 總之就是說呢 在Linux Kernel裡面呢 就是一個快速5Bus 而且Linux Kernel9成的開發者是全職的 好... 所以呢 在這過程中呢 其實... 你如果覺得焦慮是正常的 不要說你焦慮 我也很焦慮啊 所以我就希望 教完這門課可以... 這系列課程我就可以退休了 因為這個... 還很長的一個挑戰 好... 然後呢 你不需要花... 就像蔡志豪博士說的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看很實用的專業 這個事業變化太快了 那... 我認同他就是說 要講這個基礎訓練 還是最關鍵的 壓鈴可以讓你變強 但是本身不明白你解決問題 教育其實就是這樣健身啊 他本來不是為了學什麼 而是說你就是要有能力去... 自主的去學習 像我們這個課們一樣啊 我給你材料 然後我給你測驗 多半的時候呢 我的材料也只能給你一些... 可能... 我不確定有多少啟發 但是我又給你測驗 然後我每週給你測驗 然後每週去盯著你看... 看有沒有... 看... 讓你去評估 那也許你會發現 我可能不適合在這裡去學習 那你就自己有規劃 該退選就退選 或者你覺得我可能在暑假 或是個人後面再去學習 都好 總之呢 早點認識自己 然後呢 不要... 不要耽誤這個納稅人 對各位的期待 納稅人被迫要對各位有期待的 然後... 然後注意到呢 曾經有一段時間呢 前世紀有將近一半的IC設計公司在台灣 這不是多遙遠的事情 二十年前就這樣 然後呢 台灣設計的資金公司其實也是高品質的 然後三十幾年前呢 三四十年前呢 各種電腦上大部分的軟體是台灣人開發的 中文系統、文書書、編輯、排版程式 匯組、資料庫、管理 基本上只有兩種城市不是台灣人寫的 一個是作業系統 一個是編譯器 你可以講三四十年前呢 扣掉編譯器跟作業系統 其他軟體可以說都是台灣人寫的 那...而且台灣呢 也有這個... 也有世界最早的這個搜尋器 在蓋世 蓋世就是全世界最早期 比Google還早的那個搜尋器 在哪裡?在中文大學 所以其實台灣人呢 曾經是有一段時間是對這個世界 是有很大很大的影響力的 美國為了台灣做了很多制裁 就是... 現在制裁 腦中的很多方法 當年就是來制裁台灣人 所以你要想就是... 其實台灣人曾經就是有一段 是非常非常驕傲的時候 然後當然現在狀況不同 這是一個高度分工時代 我們不需要一直免懷過去的成就 但是我希望大家了解 我們過去是有揮煌過的 所以在我在課堂上 我會要求說你用一些用詞 用一些我們那些前輩們 資訊科技前輩們他們發明的用詞 他們不見用詞是一定好的 但是就是有延續 三十十年前這些前輩 就是... 拼搏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建構一個很大的影響力 那所以他們發展這些詞彙 我們其實有必要去尊重它 主要這個不是為了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去除之那語什麼之類的 主要我跟你直接講 我在中國也有尖課 但是我在台灣講課就是這樣 就是有些詞 比方說這些詞彙 三十十年前就有了 中國都還沒有發展這些詞 台灣就有了 當然就要用本地的詞彙 然後... 反正之後上課會講哪些詞彙要怎麼用 然後總之就是說呢 高度分工年代 就是... 呃... 這個什麼... 這個... 呃... 大家就要打群架的準備 然後搞清楚說 你要在哪一個領域去突破 就是資訊科技領域其實高度分工了 所以它裡面有不同的職領域 那要掌握哪幾個 然後不需要在一些看起來很實用的專業上面 一直在打算 因為到時候你就會學 但是你要擔心的是 到時候你接觸到很實用的專業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個... 那麼底氣在這裡 就是說其實我們這門課打的是那個底 好... 然後呢這門課呢就是... 希望引導大家最後呢可以這個... 大家可以投入開放原始碼的發展 然後跟這些開發者合作 然後... 當然... 一開始要跟這些開發者合作呢很難啊 所以我們用漸進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先用這個全部開源的方法去... 建構這個開發工具啦 然後培養大家的素養 然後呢... 你可以透過在Linux基金會舉辦的研討會發展成果 獲取認同跟知名度 然後提交程式碼 你可以剛剛說我們已經有學生了 就是... MAMA啦 或是那個... 就什麼亞馬遜啦 那個... Microsoft 那些MAMA啦 那幾個大公司 然後我們這些校友有去那邊擔任工程師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們有超過15位在國際的Linux研討會發表成果 然後... 2021到2022年呢 有7個學院工業的程式碼到Linux Kernel 所以你現在... 像我們這學期的... 你會下載到的Linux Kernel的程式碼裡面 就有過去7位同學的貢獻 我覺得... 這是一個開始啦 那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那除了Linux Kernel以外呢 其實我們有些專案也可以有些特色 像這個... SSE to Niang 我上課有時候常講這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呢 就... 蠻有趣的 這個專案呢 其實最早的是... 我們在那個... 呃... 成大的一個小的... 小的一個... 小的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呢 後來被Apple啦 Yamashina Apache Sloan Foundation Apache Sloan Foundation 是全世界最大的開放原始碼的基金會 全世界最大的... 最... 規模最大的開放原始碼的... 的這個專案 然後呢... 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就這樣啊 就是說... 像SSE to Niang 就是一個... 一個小... 一個小專案啊 你看... 你看那個開發者啊 你看那個開發者啊 全... 前... 前三位都是... 前三位都是... 都是那個... 都是... 前三位都是... 陳... 都是陳阿孝勇 都台灣人啊 然後... 所以那開始呢 就是真的一個... 只是一個小東西啊 但是沒想到啦 沒想到... 就被用了 而且還被超級電腦用 然後... 呃... 最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最酷的地方是... 超級電腦裡面用到這個SSE to Niang的專案啊 我連... 我的簡介都看不懂啊 為什麼簡介都看不懂啊 因為這個是什麼? 是很多基因定區的 對呀!你沒有聽錯 就是... SSE to Niang這個專案 從一個... 承大一個小專案開始啊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就只是把那個原本... 針對S86最佳化的成績法 可以搬到什麼? 搬到UN的架構 那剛好這幾年 因為那個Covid-19 對不對? Covid-19導致什麼? 要做很多基因的那個運算 那... UN的有篇文章就講說呢 針對基因算呢 用那個S86的能耗 能耗比、性價比 能不能那麼高 然後但是呢 如果說用UN的那個伺服器的話 可以提升50%的效率 那所以剛好就是這些基因地區都跑出來 所以這是... 對我來講真的很有趣啦 就是真的嚇死寶寶了 就是... 再講一次 這個東西是個小專案 但是沒想要怎樣 沒想要被這些大公司用 那這邊快速給你看一下 就是說 除了給那些大公司以外呢 其實有在用這個專案的... Opensource專案也... 就... 好幾個嘛 還需要剪一下子才看得完 然後... 這裡面也不罰一些知名專案 比方說這個Intel Intel的... Intel的... 像Compute Run-Time之類 它就有用到 然後NVIDIA也有用到 好 那總之呢 就是說 這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就是被需要 好... 所以... 像這個... 基本上... 像這個... SC2N一樣 就是這個專案 讓... 就是... 也是... 上... 就是... 數萬台機器呢 也有內建 然後最重要是超級電腦 全世界排名前幾名的超級電腦 也用到了 好... 那這個就是我希望讓大家了解的 就是說... 我們做這些東西呢 其實不是為了說... 做這些東西好棒棒 雖然我有時候必須強調 但是我... 我希望讓大家了解 其實最主要就是什麼 就是... 就像胡適講的 發表是最好的記憶 你在學生階段呢 你用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時間 因為一旦你工作之後呢 很多時間是破碎的 你懂了 不好意思講太明白了 你懂吧 就是... 絕大多數人工作之後 都是破碎的 到時候你有家庭又更破碎 那當然不代表是你不能做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工作了 還是歡迎你參與這課程 但是你懂吧 就是那種... 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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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碎感 總之呢 就是說呢 我希望呢 就是透過... 我們在學生階段 而且是大學畢業前 就是你不管是大學部 還是研究所 反正你大學畢業前呢 就會有辦法去參與 所以你看我們從2021年開始 就這些同學 我就把列出來做參考 那像去年還不錯嘛 去年就是有... 這些同學去發表成果 然後像前面提到 我們有七個同學 已經有做了一些貢獻 好...那總之呢 就是說 雖然課名叫Linus 然後其實是整個電腦科學的總複習 而且是透過理論跟實作並進的方式 讓你去理解 這些議題 好... 然後呢 像我剛才提到啊 就是... 提到什麼呢 提到說... 例內課論裡面很多需要數學 好...來...來看 給你... 我知道你不相信 好...來...來看這個 哪裡需要機率統計的 我來這裡給你看看 好... 在Linus課論裡面呢 SpinLock是很關鍵的議題 像這個... 我們知道就是我們有Semophone 有Mutex 那SpinLock就是一個時間更短的 就是我們... 就是範圍更短的一個... 一個... 一種... 一種Lock 那這個Lock呢 必須要非常有效率 而且它的代價必須要... 必須要... 必須要夠低 否則呢... 你的... 呃... 在不同的... 執行序 或是在不同河上的那個程式呢 它做同步的代價就太大了 但是問題來 這個SpinLock 它本身呢... 因為它... 它... 它什麼... 它就要做同步嘛 所以你一定會有等待問題 設計要等待問題呢 就... 有一個很難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要等多久 所以這時候呢 就可以用馬可夫練 對...不要懷疑... 這就是你在工程數學學到的馬可夫練 你在工程數學啦 在離散數學都學到馬可夫練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可以建立一個什麼 搭配... 排隊理論 然後呢... 去建立一個... 馬可夫練的模型 然後開始去看它的這個分布 比方說你用這個... 博松分布 然後呢... 開始就一些... 呃... 數學退檔 所以我們在這學期呢... 會有機會去看一些... 可愛的數學退檔 好... 然後... 正面呢... 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剛剛講那個SpinLock呢... 它必須非常有效率 隨著CPU的數量增長 事實上呢... 它的那個... 效能衝擊會有很大的衝擊 也就是說呢... 事實上你在單核的來講 SpinLock是很好的 你在雙核... 四核... 不是更多核... 那隨著CPU數量增長的時候呢... 有可能怎樣... 用了SpinLock來講呢... 用了非常多CPU的時候呢... 反而這樣... 它會變成效能的瓶頸... 為了解決這個效能瓶頸... Linus Kernel搞了一堆SpinLock 就是注意到... Linus Kernel有好多種SpinLock 其中會有個東西叫MCS SpinLock 就是我們之後課堂會講的... 這個SpinLock... 就是Linus Kernel去特化去解決的... 然後至於它怎麼解決問題呢... 又要把上面的數學端出來...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你今天學那麼多理論的事呢... 要哪用呢... 包含那些機器統計的基礎知識... 然後程式嘛是給你改進的擴充... 不是來給你背誦獻賞的... 我在課堂會講這個舉竹... 就是底下有這個典故自己看... 那就是表示這個傳承附會... 那你會覺得這個東西很白癡... 白癡還是講下... 就是你看... 楚國人寫信給燕國宰相... 對不對... 這個楚國人就... 就在說說... 舉竹... 就跟那個書童說... 把這個... 燕火拉高一點... 就不小心把舉竹寫進去了... 然後燕國宰相看到舉竹說... 這個舉竹就是什麼... 自己國家的奧秘... 就是崇尚光明... 然後理賢... 理盡賢者... 你是鬼扯蛋... 但是說真的... 多少工程師... 多少開發者... 注意啦... 我竟然不是講學生啦... 多少工程師... 看到程式嘛是要幻想的... 是在腦補的... 這你有沒有想看很可怕啊... 你想看... 全世界有... 百萬千萬人需要你的程式... 不是你重要... 是你的程式重要... 就是... 有百萬千萬人需要你的程式... 然後結果你的程式呢... 很多時候是... 就用舉竹來的... 就是去穿著附位的幻想來的... 這我需要呢... 我們就是... 要避開這個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強調從底層... 重新打底來... 然後呢... 你說這個... 利益上的應用程式沒寫過... 就直接看課筒可不可以... 可以... 反正... 你過去做的東西... 我也沒辦法相信你... 所以... 你來這堂課... 我就假設你什麼... 我假設你什麼東西都是... 看過... 但是從來沒學會過... 當然這句話有點傷人... 但是就是... 反正... 反正我就強調說... 你什麼不會... 快速知道自己什麼不會... 趕快快速... 快速跟上... 好... 那這個東西有些... 欸... 發現這頁是... 重複的頁... 好... 對啊... 我們教材都是... 都是那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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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重新建構的... 就是... 每學群都會... 都是重新... 就是... 都會重新更新材料... 我們不會固定材料... 所以你看到說... 我... 講課講到一般修改簡報也是正常的... 好... 然後呢... 現在處理器呢... 對Linus Kernel呢... 是非常關鍵的... 然後... 所以... 像那個... 昂呢... 會提出一個東西叫...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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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LITTLE的技術很有趣喔... 它就... 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因為... 你知道手機嘛... 手機就是要... 什麼... 手機又需要... 呃... 待機時間長... 對不對... 我希望可以長一點... 然後希望它的... 那個... 功能要很強大... 然後該運算強的時候很強... 那該省電的時候很省電... 那怎麼設計好... 這樣的處理器呢...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 嗯... 有個技術呢... 叫BIG LITTLE... BIG LITTLE很有趣喔... 就是... 它很好記喔... 該大不大... 該小不小... 該大不大... 就是... BIG應該是大... 對不對... 你就用小寫... LITTLE是小的... 就用大寫... 它做法是什麼... 就是... 你事實上呢... 有兩組... 或是更多組的處理器... 我們來看看喔... 你會有... 好多組的處理器... 擺在一起喔... 然後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說... 像畫面中這樣喔... 就是我會有... 運算能力比較低的... 但是省電的... 然後運算能力比較高的是... 但是比較耗電的... 擺在這邊喔... 那它的功耗比呢... 它會... 可以是1比4... 也可能是1比8... 完全看你的... 不同的配置喔... 像連發客的... 10核處理器...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MediaTek... 好... 像連發客的... 10核處理器... 像這個... 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 連發客處理器... MT6797... 它就是... 它加起來就有10核... 那10核呢... 最主要就是... 左邊就是... 超級耗電... 就它可能是... 可能是10倍的... 或是更大的功耗... 所以你看喔... 右邊是1倍功耗... 那中間呢... 是4到8倍功耗... 那左邊是10倍功耗... 然後... 隨便講個比例... 因為... 具體數字是機密... 我不能講太明白... 但是... 大概一個數字... 就算網頁跟實際行為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 我不能講太明白... 你懂啊... 好... 那總之就是說呢... 所以... BIGNITLE的做法就是... 把不同功耗... 跟不同的這個... 運算能力的處理器... 擺在一起... 對不對... 你說... 需要功耗大的時候... 就用這個... 就用大核... 那需要省電的時候用小核... 然後說... 這個聽起來make sense... 對不對... 那請問... 請問怎麼分配... 然後注意到怎麼分配... 本身又是另外的數學... 然後呢... 這時候呢... 為了這件事呢... 我要寫一本書... 這本書... 之後... 之後選課的同學會看得到... 像... 這本書的話... 就是... 目前寫了200多頁... 然後...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出版... 但是就是... 你... 選了這本課的同學就會拿得到... 那旁天的同學如果有寫作業的話... 也可以拿得到... 有寫作業寫完的話... 好... 那... 像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會有一些機制啊... 比方說像POT... 反正它就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數學模型... 數學模型去描述... 對...不要懷疑... 就是... 它不是只有講... 它會講一些數學... 然後... 這些數學模型呢... 還會有一些... 就是... 指數運算啊... 甚至你可能... 還可能需要一些... 做模擬... 那你甚至可能用得到... 用得到... 偏微分方程... 對...沒有聽錯... 所以... 之所以... 那麼強調理論跟... 實作的... 必要... 並不是說為了... 打什麼高空啊... 或什麼... 我們就只是為了... 要了解Kernel... 但是因為LinusKernel... 是整個資訊工業的... 一個什麼... 縮影... 所以... 你在過程中呢... 你其實... 這個是一個非常難的事情... 因為... 剛才在講的時候... 我要怎麼分配到... 大合... 分配到小合... 而且大合到小合的切換... 可能還有大代價... 在早期的實作... 從大合到小合切換的時候呢... 它可能需要200ms... 200ms... 什麼概念... 200ms... 就是... 你眨眼睛的時間... 200ms... 0.2秒... 對不對... 那... 你要想喔... 大合到小合切換要... 0.2秒...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時間啊... 如果你一直在大合... 小合切來切去... 對不對... 那個時間是非常可怕的... 這是對於使用者體驗... 不要說體驗啦... 這個... 完全不能接受的東西嘛... 就是... 你一直在停滯... 你... CPU可以做事了... 但是你一直在切來切去... 但你不切的話呢... 又可以導致... 可能會導致什麼... 導致你的用電會用很快... 所以... 這整個東西呢... 也是Linus Kernel在探討的... 好... 所以... 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們要解決問題呢... 就是各式各樣的這種問題... 充斥著在這裡面... 所以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馬可複裂啦... 然後需要博松分布啦... 那些經濟統計的那些... 基礎啦... 然後那個... 複裂轉換... 好... 然後注意到呢... 就是說呢... 雖然講到目前為止... 好像看了... 看了很多啦... 但是... 請你不要期待太高... 我最會的事情... 就是講鼓... 然後... 再來是罵學生... 注意到這邊罵學生... 不見得是... 不見得是... 霸凌啦... 霸凌是... 好多個對一個嘛... 這是霸凌啦... 我覺得那不叫霸凌啦... Anyway... 我就提醒你... 怎麼去加速你... 加速你... 面對... 誠實面對自己... 好... 然後注意到呢... 這裡面需要很多背景知識... 但是... 我沒辦法教你... 因為... 我也沒那個資格教你... 畢竟我一個高通畢業生... 沒辦法教你... 但是... 那我可以告訴你哪裡做法... 所以就知道... 我的功能是告訴你... 哪裡做法... 然後呢... 告訴你這些東西怎麼用... 好... 那最後呢... 這門課呢... 我們是... 教材呢... 就是有很多地方是有... 錄影的... 那課堂時... 就沒有錄影的時候呢... 在幹嘛... 就是私生互動... 私生互動就像前面那個程式... 我就... 一段程式馬出來... 就問... 就找同學來問... 說... 你怎麼寫... 或者說你覺得哪裡做不好... 就是互動... 或者說程式馬把... 就是... 不是有作業馬對不對... 然後把你的程式馬掉出來... 然後再檢討作業... 那加速大家認識自己... 那所以呢... 這過程中你可能會... 眼真正看著自己... 眼真正看著自己什麼呢... 看著自己... 看著自己... 看著自己的程式馬被批評... 看著自己的... 你懂為什麼啊... 這比公布分數還難看對不對... 就是當著全班的面... 檢討你的程式馬... 哪裡寫不好...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舒服... 退選... 就是... 就是... 我們的緣分還沒辦法... 就是... 就僅此維持... 那但是呢... 如果你認為的話... 你自己對自己的什麼... 自己是... 對自己就是... 會被千萬人... 所需要... 而且自己做的事情呢... 是這樣... 是對這個產業會有... 會有些影響... 哪怕只是個螺絲釘... 你要知道... 很多人... 說自己是螺絲釘... 那太抬取自己了... 所以... 尤其是台灣的工程師... 說自己是螺絲釘... 這太抬取自己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螺絲釘... 根本沒有鎖進去... 你知道... 什麼叫螺絲釘... 螺絲釘是一個... 運作中的機器... 的一部分... 在講螺絲釘嘛... 對不對... 不然... 你懂了吧...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有些話... 我們要講話... 要誠實講... 所以不要... 不要急著講說自己是螺絲釘... 對不對... 你要想... 這個世界在運作... 你要轉進去... 跟著那個東西在轉... 對不對... 比如說有個Tesla... 你說你Tesla... 那其實很優秀啊... 對不對... 但是很多的工程師... 其實是... 注意到... 那不是能力問題啊... 因為環境的限制... 或是一些社會期待問題啊... 所以導致上... 它只是擺在那邊... 好... 那所以... 總之呢... 如果你覺得說呢... 你自己... 呃... 希望呢... 對這個產業有一點... 有一點... 就是有一些互動... 至少能夠做一個... 能夠在一個... 運轉中機器的螺絲釘... 那... 歡迎來... 然後... 強調一件事... 增強者不會在意世俗的批評... 你想... Apple的工程師... Google的工程師... 會不會遇到各式各樣批評... 當然會啊... 他們在不在意... 當然在意... 但是... 他遇到這種在意... 他難道可以跟人家哭嗎... 不行啊... 就是要改啊... 對不對... 那個什麼... 那個股價率要低啊... 對不對啊... Google做不出那個... 厲害的那個... 可以跟GDP對幹的東西... 就是被人家批評啊... 股價率要下降... 所以... 增強者不會在意世俗批評... 而是什麼... 哪裡做不好... 立刻改好... 好... 那最後這本課呢... 你大概也了解... 寫作業才是重點... 然後大概比方是這樣... 就是我會花三個小時... 跟你介紹這個... 講解這個... 作業規範... 我們快速跟你講... 例如呢... 例如什麼呢... 例如... 作業這個課表一直改啊... 所以你那個... 就是時間大概去刷新啊... 刷新那個內容... 好... 例如說我們第一週的作業... 對啊... 這個不是最終版本啊... 這是去年的作業... 這是去年的描述... 然後你看啊... 注意看右邊那個卷軸... 有沒有... 卷軸... 欸...對...不要發現... 這個卷軸就這麼... 就這麼長... 所以你... 光看從作業描述的... 需要三個小時... 好... 然後... 然後我有解說影片... 這個解說影片大概也是三個小時... 然後... 所以你看喔... 我的風格是這樣... 我會花三個小時... 跟你介紹... 作業在幹嘛... 然後介紹... 可能需要... 知道哪些資料... 那當然要花一點... 花點時間... 然後呢... 你就該花三個小時... 所以... 如果我花三個小時... 講解內容的話... 講給作業規範的話... 你就會花三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 那作業檢討... 那我們在課堂中呢... 幹嘛... 就做私生互動... 我知道有些人會不舒服... 而且我們每學習都有... 教學評論寫這個... 但是我... 認為這是對的事... 我寧可被你們罵... 但我不希望被你忘記... 那你當然要做這些材料... 然後寫作業... 才有辦法參與討論... 所以... 參與這個課程呢... 呃... 如果你認為說呢... 你是什麼... 你是看著... 游泳教練啊... 或是鋼琴教練表演... 然後自己不下水... 不動手就可以學到東西的人... 拜託滾... 然後呢... 你說你再怎麼努力... 就比台下資工學生差的... 滾... 我們做這件事的難度呢... 我們拋開不是同年級的同學... 不是成大的同學而已... 你真的可以做這些突破的... 你拉開的差距是... 絕大多數台灣的工程人員... 所以我希望了解到... 我們做的東西就難... 然後... 一件事做的信不信真的不重要... 關鍵是做的好不好... 應該吃飯... 吃飯就是難啊... 對不對... 人類做的這件事... 十多萬年了... 對不對... 但是一直到今天做的好吃... 還是很難的事情... 對不對... 創新唯一的理由呢... 就是原本東西不夠好... 那你... 創新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事情做好... 好... 那今天我們講上課時間的規範... 我們有兩門課... 剛才前面提完... 就是為了讓... 同學們的學分數量... 比較... 能夠反映你的投入的話... 所以我們有兩門課... 但事實上兩門課的內容是... 一致的... 評分方法也是一致的... 然後你兩門課呢... 一個叫Linert核心設計... Linert核心設計的話... 是實體課程... 但是... 雖然它就實體課程... 但你還是要看大量的錄影... 包含說... Linert... 就是... 包含你現在看的錄影... 好... 然後我們呢... 從... 2月14號開始的... 每週二... 到... 6月13號... 我們交滿18週... 而且還會加... 兩週還會再額外加課... 然後就下午的... 3點到6點... 在那個... 承達資訊系的... 電腦教室... 然後另外一門課呢... 叫做Linert核心實作... 那這門課呢... 就是... 每週一跟每週四... 然後線上為主... 就是... 我們每週一的課程都會錄影... 所以就是... 每週一的課程會錄影... 然後... 所以如果... 星期一沒辦法參與... 沒關係... 你就事後看著錄影... 那星期四的話呢... 星期晚間的話... 就是安排測驗... 所以最大... 雖然我們在... 課表上的時間是... 白天的時間... 但是我們實際上... Linert核心實作這門課... 真正上課時間是晚上... 所以如果你星期四是晚上... 沒辦法上課的話呢... 對不起... 請你... 不要選Linert核心實作這門課... 因為我們每週四... 晚上... 都要安排測驗... 然後週一的課有錄影... 然後... 我們之後會有... GuruCand... 讓你知道課程的動態... 還有... 之後會有些... 一對一的... 預約一對一的討論... 然後... 前週中有課程密度很高... 因為就是... 各位的底... 因為我先假設... 各位的... 認知都是不足的狀況下... 就重新打底... 然後就是從這個... 西元規格... 然後重新... 像那個Link List... 這樣的一個... 很基本的東西... 然後重新講... 然後呢... 我不希望大家在期末說... 熬夜... 大家熬夜... 趕工很辛苦啦... 所以我們... 我們改成第一週就改開始了... 然後就是... 然後... 所以最重要的... 其實不是這門課潮啦... 其實是... 因為過去你...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熬夜的嘛... 那只是說... 如果你覺得底不好的話... 那就真的是... 第一週... 你就要做好準備... 好... 然後呢... 依據我們成功大學的行制力呢... 這幾天呢... 剛好是會遇到... 這個表定的時間... 2月27日... 28日... 28日... 和平紀念日... 然後... 10月3號啦... 4月4號... 那個就是... 清明節... 然後... 6月24號... 那個... 那個... 也是... 那個... 連續假期... 那... 我們不理會的假期... 持續上課... 所以就這樣... 我們說... 上滿18週... 就是... 每週... 1... 2... 4... 就是來上課... 這樣子上滿18週... 那你說呢... 我春假連續假期... 只... 安排... 那個... 家人出遊怎麼辦... 沒關係啦... 你當然要出遊啦... 但是你就當天... 挪出一個小時... 參加線上測驗... 就是... 我們4月3號那一週... 就會安排線上測驗... 那所以呢... 就是... 你可以跟家人玩... 然後家人玩的時候... 你中間就挪出一個時間... 一個小時的時間... 來做測驗... 那當然如果說... 你那週... 真的沒辦法測驗... 就是... 因為反正我們... 每週都有測驗... 你少一次... 還不至於有太大的影響... 好... 那你們後期說... 這門課那麼難... 為什麼不拆成兩部分... 兩個學期來做... 這個東西呢... 理由寫在這邊啦... 就是... 你懂了吧... 唉... 就是... 如果呢... 不是如果啦... 其實10年前... 我就是拆成兩門課... 兩個學期的課... 但是呢... 但是呢... 這個銜接很差... 表示呢... 每個學... 就是... 第二個學期呢... 都要怎樣... 都要重新複習... 第一個學期的東西... 那是效果很差... 而且呢... 更麻煩的地方是說呢... 呃... 如果拆成兩個學期... 你會想到... 第二學期的課呢... 人數很少... 少到我這邊要登記到電腦教室... 那因為... 這麼課我們還是需要... 我們還是需要電腦教室啊... 因為... 考慮到不是每個學... 學生都有電腦... 就是... 不是每個學生都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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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電腦... 所以這個... 這是同學的權益... 所以為了要能夠登記的... 教室清清懂啊... 好... 總之就這樣... 然後... 反正我每次教室呢... 就是當作... 當作一個... 退休... 退休... 退休前的一個... 一個... 回饋補效的方式啊... 這是我的... 我覺得... 我的責任啊... 但是我真的不確定... 我到底... 有沒有那個體力交下去啊... 因為真的... 真的還蠻累的啊... 所以這個... 不要問我說... 明年會不會開啊... 我如果... 我如果告訴你... 明年會開... 呃... 這件事我... 那就表示... 太高估我自己啊... 所以... 反正... 反正我跟你說開課... 我跟你說開課... 我就開... 就算是你狀況... 遇到COVID-19... 遇到... 像... 像去年對不對... 去年... 燒到39度... 我照樣開課... 把它上完... 就是... 因為我去年有做的承諾... 但是... 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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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咳... 然後這個... 我們平方是這樣啊... 就是我們每週呢... 都有測驗... 所以總共會有18次的測驗... 選出最高分的9次... 然後呢... 你在6月10號之前... 這個... 因為隔天有生日啊... 生日不要... 不想被人家吵... 所以6月10號之前... 就是... 不要給我6月11號吵我啊... 就6月10號之前... 那個... 都可以申請補考... 重新測驗... 如果你再一層級的話... 然後呢... 注意到呢... 這兩門課啊... 是以... 線上上課為主... 但是期末還是要實體報告... 好... 那這個東西佔了... 就... 整個作業報告價錢30... 好... 然後呢... 自我評量佔了50%... 好... 然後呢... 我們會有安排的一對一... 好... 那這有一些說明請去看一下... 好... 那這個有一些校友... 那... 那莊岩萱同學呢... 啊... 不是... 他已經畢業了... 不叫同學啊... 那莊岩萱呢... 現在在這個亞馬遜工作... 然後... 他... 之前維護了Linus Kernel的LeoTech... 就是... 就是Linus Kernel程式碼... 不只有他的程式碼... 他是維護這個紫系統...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 Linus Kernel改版的時候呢... 他是直接... 就是... 莊岩萱呢... 就直接會回報給Linus to us... 對... 你有沒有聽錯啊... 他直接跟Linus to us直接合作... 因為在Linus Kernel裡面... 有很多紫系統... 他是... 一個紫系統的負責人... 所以... 做到這件事呢... 其實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但是你看... 他事實上才... 到研究所才開始寫西議員程式... 但他在三年的時間... 就有辦法做到維護Linus的... 無線網路的這個驅動程式... 維護一個紫系統... 所以這是... 這是難度很高的事情啊... 在台灣沒有... 沒有幾個人啊... 就是... 台灣能夠維護... Linus Kernel的紫系統的人... 就是... 呃... 就... 就... 就...很少啦... 那... 但是... 就是... 也因為這樣的同學存在啊... 讓我覺得很感動啊... 就是說... 呃... 表示我們的這樣的教學... 是做得到的... 就是... 你看... 研究所才開始寫西議員... 對不對... 過了三年... 維護一個... 開發那個... 維護一個... 維護一個... 然後之後變成什麼... 變成... Maintainer之一... 對吧... 這是做得到的... 對不對... 所以不用... 不用... 不要... 因為你讀學店... 然後難過的話... 學店就是為了... 襯托各位的付出... 要存在的... 嗯... 好... 然後呢... 這個... 呃... 我們在Google也有... 然後這個... 這些同學... 那就... 就看一看啊... 好... 那也是跟你講的... 純粹從那個成大畢業... 也是可以... 可以到不錯的公司工作的... 做得到的... 然後這個... 這也是好... 好... 然後社會人士也歡迎來... 好... 那就是... 當然... 你的時間分配比較困難... 所以你可能需要跟我談一談... 你怎麼去分配... 要設定個目標...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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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本課呢... 就是... 絕大多數的教材... 都是現場可以存取... 好... 那當然... 你說... 那少數的沒有的... 少數沒有就是... 像我寫書啊... 因為還沒有... 還沒... 還沒公開啊... 但是... 選課同學或是... 有... 旁聽有腳叫作業同學... 也可以拿得到... 然後... 我們課... 我們課程的網頁在這裡... 我已經在喘了... 好...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課程網頁... 好... 就是我剛剛提到... 就是我們課程呢... 就是會... 持續在變動... 應該不叫什麼... 卷動式修正... 就一直改啦... 就一直在... 隨著坑裡都在發展... 好...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坑裡的材料... 然後... 後面有打這個星星的表示嘛... 就表示有錄影...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 有錄影的部分... 那有些地方是沒有錄影... 但是就比較長的... 像剛剛講那個... 講那個計算機編碼... 講那些什麼... ABS... 講那個... 整數範圍的這種... Bus 的操作... 然後你看這邊... 其實... 其實... 打信號另外蠻多的... 那甚至有些... 題目的講解... 也會打信號的... 所以就是... 其實蠻多是要... 可以... 可以... 可以自己... 自己學習的...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 真正在... 錄影以外的時間... 其實那個時間是... 短的... 就是剛剛講的... 討論啊... 還要跟你講說... 你的作業... 討論你的作業... 或是討論你的水涼測驗... 到底哪裡沒有做好... 然後我們會上到... 上滿18週... 注意到... 上滿18週... 然後我們再... 額外再加課... 我們加課兩週... 那加課兩週呢... 就是... 就是... 評分的話... 是前18週評分的... 那巴掌說... 前面講的那個... 還有個實體的報告... 然後... 加課兩週就是... 我覺得... 哪裡沒有講完的話... 就得再把它... 再把它補充... 但是總共就會... 有18次的測驗... 18週有測驗... 但不代表測驗只有18次好了... 我修正的話... 18週有測驗... 就... 18週都會有測驗... 但有時候... 有一週可能會有測驗會特別多的... 好... 然後... 那我們有一個... Facebook的討論區... 那你可以去... 加入... 然後... 那... 前面有提到... 有錄影的話... 你就可以到我們的... Guts Channel... 就是剛才前面提到... 就是這個... 有強調Guts的頻道... 那我們... 唯一需要買的實體書籍... 是這本... CSAPP... 這本非常好... 請你不要買盜版... 如果你買不起... 的話... 請你告訴我... 就是... 你說服我... 買一本給你... 但是請你... 千萬不要買盜版... 千萬不要看... 海盜版... 其實... 不要買盜版... 不要買那種... 那個... 來路不明的PDF檔案... 其實請你尊重... 尊重知識... 好... 那我們近期的話... 就是... 很強調... Concurency... Duck Free... Rust... 然後... 就是... 在今年會... 會做... 在課堂的... 測驗體... 就有Rust的程式員... 然後... 同步機制... 然後這些... 那我們希望... 今年有同學... 可以... 可以來... 貢獻... 因為我們現在... 鎖定東西都蠻難的啦... 所以這裡面... 有蠻多可以貢獻的空間... 好... 然後... 你選修旁聽都歡迎... 但是注意到... 不管是選修旁聽... 請你... 一定要寫作業... 一定要寫作業... 所以... 不要說... 你坐在那邊... 然後說我在旁聽... 注意到... 如果你坐在位置上... 到了課堂... 坐在位置上... 然後... 沒有寫作業... 沒有參加... 參加測驗... 那... 我會請你... 把這個... 請你... 回去寫作業... 因為... 這個... 跟我們期待不同... 所以... 你不管來自哪裡... 你是社會人士也好啦... 你是什麼... 旁聽的啦... 大學一年級啦... 台文系統... 不管... 反正... 你就給我寫作業... 因為有寫作業... 我才有辦法討論... 你才有辦法學習到東西... 然後... 只要是大學生... 只要是同學要求... 要加錢... 我就同意... 真正有故事自己看... 好... 然後... 選修同學... 或是... 旁聽友... 一定付出... 到時候... 我們會去定義... 什麼叫... 一定付出... 簡單就是說... 作業都有寫啦... 然後... 你就會拿到... 像這樣就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 這本... 專門在探討... CPU Schedule的書... 但事實上這本書呢... 其實它的... 範疇... 也不見得只有... Lint's kernel... 因為... 我寫這本書... 就是希望... 希望... 希望同學呢... 只要是... 大學部的同學... 都可以幫他看得懂... 所以事實上... 我... 花了蠻多力氣... 就是... 回顧那個... 作業系統的一些... 基本... 基本知識... 然後... 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會講... process... process跟thread... 最像... 裡面有些說法... 跟恐龍書... 可能有些衝突... 畢竟我們是站在... Lint's kernel的定義... 事實上... 作業系統有一些... 詞彙跟一些... 行為的定義... 其實會有很大的落差... 那恐龍書呢... 是一個... 它的全名叫作作業系統概念... 非常著重的是概念... 它是一個... 你可以想說... 它就是一個... 十萬個為什麼... 那種東西啦... 就是一個... 科普性質的書... 但是我們今天... 學的概念呢... 是... 是要真的打到... 打到... 是要能夠... 閱讀... 能夠改到... 改進... 所以我們是站在... 那個角度去做... 所以有些東西... 一定會講得嚴格... 有些東西... 可能會有些... 出入... 這也是為什麼... 要特別寫這個... 第一章... 那這個是... 選用這個課程的同學... 可以拿到的... 拿到的... 材料... 然後... 然後再來是說呢... 就是... 第一次作業... 通常都會很多人... 要繳繳啦... 那之後呢... 從第二次作業以後呢... 會教作業的同學... 會比較少... 就是你懂啦... 就是那個... 因為... 可能很難... 可能有些人... 沒辦法想像什麼... 那三十個小時... 你知道那個三十個小時嗎... 三十個小時就是... 三十個小時就是... 三十個小時的嘛... 就是跟你講三十個小時... 不是說Google搜尋三十個小時的嘛... 是扣掉Google搜尋... 扣掉你發呆... 真正在寫程式... 真正在讀文件... 真正在思考... 真正在跌跌撞撞... 三十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 就是很多人... 沒辦法理解那個時間觀念... 沒關係... 到時候你有一點要解... 然後呢... 但是如果說你有辦法突破的話呢... 那真的比較... 呃... 表現好的同學... 我可以幫你寫推薦信... 然後幫你介紹公司...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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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你有設定更高的目標... 我看我可以怎麼幫你... 然後... 然後我們在這門課呢... 會來追蹤... 追蹤那個同學的那個表現... 那我們這學習的話... 針對研究生... 我們會有額外的一些... 處置... 簡單就是說... 我們會通知你的指導教授... 對... 不要懷疑... 就是我通知你的指導教授... 你來學這門課了... 那你的學習狀況呢... 我們也會... 通知你的指導教授... 所以請你... 評估一下... 那為什麼要通知你的指導教授呢... 原因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這門課呢... 會接觸到Compute Science的很多面向... 所以呢... 你的指導教授可能是... 電腦網路背景... 所以這門課呢... 也許跟他的研究會有幫助... 所以... 我這時候要通知你的指導教授... 不是為了要刁難你的吧... 是讓你的指導教授了解到... 其實你在這門課呢... 其實學的東西對... 日後的研究是有幫助的... 所以當然呢... 對不對... 需要用... 比較高的標準來要求... 好... 那寫信的時候呢... 特別告訴你... 不要寫什麼非本課啊... 你要介紹自己沒關係... 但是不要講什麼非本課啊... 對我來講... 沒有強度就非本課... 什麼叫沒強度... 你做出來的東西... 有辦法讓... 千千萬人每天用嗎... 如果你做出來的東西... 沒辦法讓... 上千上萬人每天用呢... 對不起... 那就沒強度... 那沒強度... 對我來講都是一樣的... 然後... 對我來講呢... 電機器跟資工系的學生... 值是怎樣... 入學分數比較高... 但是能不能做出... 有強度的東西... 有技術突破... 才是我在意的事... 然後呢... 你也不要... 給我... 什麼電腦慢的... 老師不好意思... 電腦慢... 跟你講... 我現在呢... 好啦... 我現在用的電腦啊... 關於這台電腦... 哭吧... 有沒有看到2012年... 那字比較小... 我們可以看到的... 一樣的事情啊... 好... 大家看... 2012年... 對我現在... 就在用... 我在上課... 在工作的時候... 還是用2012年的電腦... 我在這台電腦上呢... 照樣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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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GB... 的DDR... OK... 做上面的事... 不是每件事都OK啦... 但是... 做上面的事... 是OK的... 所以呢... 除非你的電腦比我的電腦差... 才有資格講這些件事... 好... 然後呢... 跟我講話的時候呢... 包含說你寫報告... 不要寫那麼不好意思啦... 你唯一需要跟我道歉的理由... 是自己不夠強... 但是如果說你要問我什麼... 什麼作業遲交啦... 或是問我什麼... 有的沒的東西啦... 拜託... 不要講這個... 因為這個... 沒有資訊要可憐... 對吧... 主要這件事不是禮貌的嗎... 你... 發信給我... 但是裡面呢... 沒有什麼有用的資訊... 對不對... 那... 這個什麼... 這就是浪費... 那... 你要把這個時間... 例如... 把... 不好意思... 打這個不好意思這個字的時間... 省下來幹嘛... 讀文... 讀書啊... 寫... 拿來寫程式啊... 拿來思考... 或是... 拿來休息... 是為了走更長遠路... 都好... 不要... 不要花力氣在這種... 寫著不好意思上... 好吧... 那最後呢... 就是... 跟大家講... 就是... 我希望大家想... 就是我們現在挑戰的東西... 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對不對... 你... 你不會希望說一個... 外科醫師... 一個心臟科醫師... 他... 他... 他做的東西是速成... 對不對... 你不會想說... 喔... 一個... 一個醫師... 會... 涉及到一個人的生命... 或是一個... 對這個... 上千萬人... 會什麼... 被上千萬人... 所需要的一個工程師... 或是所需要的一個工程人員...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人... 他當然沒有什麼... 這個... 奮鬥的過程... 當然沒有什麼... 什麼速成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才會成... CP值比較高啦... 因為我也沒辦法教你... 呃... 說真的... 我也沒辦法教你寫程式... 我常被問到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教啊... 因為... 因為我國小... 我國小三年級就會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 你不會啊... 這麼安好... 我沒辦法有同理心... 請你原諒... 我沒辦法有同理心... 但是我有辦法告訴你... 哪裡沒做好... 我有辦法告訴你說... 欠缺什麼東西... 好... 然後我也告訴你說... 呃... 優秀在哪裡... 好... 你現在的東西在哪裡... 好... 我有辦法告訴你... 基本的鑑別... 基本的品位... 基本的這種... 鑑定我做得到... 但是... 我真的沒辦法告訴你說... 然後什麼... 一個快快樂的學習... 對不起... 我沒辦法... 我不相信... 一個心臟科的醫師...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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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醫師... 他學習過程中會快快樂的... 我不相信... 他們都很苦... 然後... 當然這麼快... 你沒有必要很苦的學習... 當然... 因為我們做的東西就是很難... 但是這也... 因為真的難... 才有辦法怎樣... 才有辦法... 拉高我們整個... 這個... 整體的素養... 然後讓我們真正能做事... 才能夠怎樣...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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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進行... 好... 然後... 那... 所以... 快速跟大家講到這邊... 然後...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那個... 呃... 自我評量評量什麼... 你本來好奇的... 給大家看看... 好... 然後這個是... 去年同學的評量... 好... 那這個同學評量呢... 期間簡單嘛... 你看... 評量... 誒...成果發表... 你有沒有在Linus基金會舉辦的... 研討會發表的東西... 好... 好... 然後... 那不是Linus基金會的話... 你在CostCover也可以啊... Force Asia... 就是在新加坡... 也可以... 然後呢... 你有沒有貢獻Linus坑的城市嘛... 好... 然後... 然後... 那... 像... 你發現我寫書哪裡寫錯... 也可以... 也可以貢獻... 所以你看... 你看... 貢獻嘛... 對不對... 就是... 就是評量就是評量這個... 對不對... 貢獻... 所以...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嘛...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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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改這幾樣都改不出來... 我就懷疑你的嘛... 所以... 所以... 我不是說貢獻Linus坑我多了不起... 它就是一個基本的事情嘛... 有手有腳... 當然要做啦... 對不對... 你要跟... 你以後去面試的時候... 跟人家介紹說... 喔... 我... 我... 我對電腦很有熱情... 我對電腦很投入... 這就是證明啊... 對不對... 你在大學就可以做這件事... 然後... 然後... 你說為什麼... 一定要寫著Commit... 你做東西當然要被收錄啦... 你做一個東西殖民自爽... 那你根本不需要來學校啊... 對不對... 你不需要來那麼... 會... 會傷害到至尊的課啊... 對不對... 你聽我的意思嗎... 我們這麼苦... 就是用這個標準... 我就希望... 我們就真的做難的事情... 好... 那... 這個心得就稍微寫一寫就好了... 其實我主要看這個... 好... 對不對... 就... 你就看一看... 然後... 然後呢... 注意到... 所以... 自我評分佔50%... 但是這個東西呢... 都是看得到的嘛... 就是... 所以呢... 你... 如果你什麼屁都沒有... 然後你說你... 你... 你要拿滿這50%呢... 我尊重你的決定... 對不對... 但是... 這個東西Google說清楚找得到的... 那你未來的雇主... 可能你會看得到... 因為找你的名字你會找得到... 然後呢... 有些公司會付錢給我... 去幫忙鑑定一些學生... 幫忙一些應徵者... 然後這些材料我都會拿出來用... 因為這是... 對你... 對你自己負責... 然後我也要負責... 對這個課程有負責... 就是... 因為我們這門課呢... 是... 50%自我評價... 因為... 我剛才講過... 這不是偷懶... 因為... 一門課要做到這樣的... 其實... 壓力是有的... 就是... 就是... 你懂啊... 就是... 有很多同學在意成績... 所以有些同學會... 對這種方式很... 很不滿... 所以我必須要... 對吧... 必須要做一些因應... 但是不管怎樣呢... 就是誠實地面對自己... 在一個高度分工的時代... 知道自己... 在另一個時代... 可以做什麼事... 知道自己... 在探索另一個課程... 勸法是什麼... 好吧... 我們大概就介紹到這裡... 然後... 我們... 第一週課程呢... 就是從這個... 按錯了... 第一週課程是從... 2月13號開始... 2月13號的是... 星期一... 星期一的... 晚上... 然後呢... 你可以打開這個... 同一個頻道... 好... 那事後呢... 也可以有呢... 事後也有相關錄影... 好... 好... 那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